第1821章离魂碎体虚施术 仙庭石剑书来与世尊义有关联 当初世尊定下十大神职 只因诸神职皆是出力 手中法宝甚少 世尊孔石大神职难以立威 便令青龙巡悟 朱雀炼宝 碎炼成仙庭石剑 分刺十大神职 苏神职与七坛禅祖应来的圣婉 便不曾被赠以法宝了 其后七坛禅祖主持的不 或因无世尊赐宝 威的难力 得不己同虚设 只怕与此大有相关 而苏神职却因玄疾仙子但于苏家 且所长刑部 专管仙庭神将诸部小玉 可谓的名在外 十权在首 与七坛禅祖境遇又大有不同 水部当初的四神兵 便叫做斩月 此见于仙庭之乱石 曾斩龙族乱臣 因此名声大造 而仙庭时大神职中 曾有斩龙经历着只有二人 那便是任太真语令清禅了 任太真瞧见那斩月飞来 心中自是感慨万千 此宝因自己而的大名 如今却被玄真子所用 反而来斩杀自己了 只可惜自己 虽知此剑欲控之法 但此剑本是水部之宝 并非神职私有之物 又怎能如欲屈那般认主 而乔那法宝积积斩来 果然是毫不容情 任太真虽经不乱 呼得吐气开声 大喝一声 就在这段和声中 一道白光自口中窜出 就像那斩月迎来 原来这道白光 就是任太真刚才偷来的一道玉席了 这道玉席既然入体 便在刹那间走遍任太真体内诸脉 使得任太真真玄之性历史改变 任太真于历劫之后 终于重新修成玉席真玄 任太真既修玉席真玄 自是百感交集 只探玄真子积紧 积极锁定玉区 不容他窥探 否则再被任太真道去玉席数道 这玉区便告易住了 如今任太真以一口玉席真玄喷出气息来 那气息至虚而极坚 质朴而有华 只听一声催响 那战龙神兵竟被震得飞起 轰得一声 就插进任太真背上的袭壤之中 斩龙神兵记得大名 怎能无时 就在那神兵斩进袭壤之后 便将袭壤一切为二 全真子见这袭壤被一斩为二 不由得大吃一惊 说来也是玄真子少事了 那斩月虽想斩龙为名 但其名计较斩月 水部仗此神兵 专用来披山斩月 以输水换 那袭壤虽好 毕竟却是土鼠之宝 正被这斩月刻住了 任太真先夺玉席 再挡斩月 恰好展开袭壤 也算是十分巧合了 由此亦可知天地对袭日神职 时有一份爱护之心 袭壤既被斩裂 任太真力绝全身一松 当下左手一探 要去夺那斩月 右手再发天雷 引动太真剑上剑纲 再席玄真子 全真子既要互剑 又要防太真剑袭来 更要保住御区不被任太真所盗 三剑大刃 皆是十分紧要 只将他忙了个焦头烂额 不得已 那玄真子大喝一声 便献出本身法相来 而玄真子法相一出 便是袁成天也是摇头 原来那玄真子竟生出三头六臂来 那三颗头颅生得各不相同 其中一颗头是玄真子本香 左侧那一颗 生得轻面獠牙 即是凶恶 右边那一颗 则是生着同龄般的眼睛 见耳狭塞 瞧来像是袁侯之相 袁成天暗道 原来这玄真子却是袁侯化身 我只当三十六天刚 旨在九渊流传 哪知玄真子一善此数 不过当初那老袁 袁是被袁成天所杀 其后万灵因袁成天 修成仙文之体 方才的遇老袁一点元魂 重修三十六天刚 这般说来 玄真子又是从何处修来此数 在瞧玄真子法相 三颗头颅并不相同 唯有一颗圆头罢了 圆成天成吟片刻 已知其故 看那这玄真子或修成是魂之术 又侥幸是去那元祖一点元魂 这才修成三头六臂之术 但其左侧头颅 便是圆成天一时也瞧不出来立来 全真子边际线三头法相 便出一只手念动法诀 召回斩月 令两只手及掐法诀 互助欲区 剩下三只手则持了两件法宝 来逼太真玄刚 其中两只手持着一柄黄金枪 那枪即是沉重 此枪其储 金光夺目 那金光抵住玄刚之后 负一脚 玄刚就被搅得粉碎了 却见玄真子另一只手中 持着一只铁轮 就取这铁轮向任太真当头拍来 圆成天见这铁轮横空 心中猛然想起一事 正想脱口叫出 却怕犯了刚才自己誓言 只好百般隐忍 不敢出声 心中叫道 太真 太真 你既随我创世 怎能不是此轮 当初世尊创世之后 因历时大域人为神职 遭致万寿万情公结 吉言世尊不公 恰在此时 有那人族终极灵会者 见是人行走运送不便 造车已会大众 人族自此有车马之便 千百里路行走如飞 世尊便道 你等到我偏袒人族 却不知世间万寿万情 又有何功劳 有何新创 李乔那人族之中 有一人名叫西众 造车轮载物 千金之众 行走如飞 人族最近道体 更多灵会 若不来主宰五界 却该轮到谁 只此一言 就说得诸多受情 哑口无言了 但那人族造车者西众 其后虽登仙庭 终应被受情所记 悄然诛杀 世尊闻此讯也是痛心不已 如今瞧见那玄真子 其中一只手臂持着车轮为宝 原成天触动玄程 总算想了起来 原来西众竟是被这玄真子所害了 只是那西众既是人族 又怎会生得轻面獠牙 也难怪原成天一时间也是想不出了 现在虽是任出西众来 又不便向任太真示意 原成天心中自是交集 任太真瞧见那车轮飞来 忙在吐一口玉席 勉强挡住此轮 脱口叫道 西众 莫非便是你 你又怎的变成这般模样 原成天听到任太真 缓出西众二字 心中一缓 看来任太真玄成禁赋 果然不曾忘了西众 任太真此言一出 那轻面獠牙者不由得又羞又愧 忙将手一招 就将车轮招了回去 见此情景 任太真心终已然有计策了 那玄真子虽修三头六臂 只可惜本身并非原体 只是靠视魂之术夺了一道元祖的元魂罢了 若只瞧着元祖 还未必知道其故 但西众既然也现身出战 便可知玄真子绝非原体 如此看来 玄真子虽化三头六臂 却是依仗强力 令元祖西众听他调度罢了 其实三颗头颅皆具意志 任太真大可居中取利 任太真早从元成天那里 得知元祖之事 便贺道元祖你当初虽被世尊所杀 但好歹也是创世之寿 混沌大能 怎能受这小子欲控 你有后人万灵 已在九渊的寿三十六天罡之术 且与苍穹子交情深厚 你当须知 那元首其道 国有此事 任太真孝道 在下好歹也是神职 虽也是你当日对手 又怎会骗你 另有一事 那冥界之中 亦有一之灵源 是从天雷中所淡 也修成三头六臂 三十六天罡 如今正是苍穹子的世将 元祖心中更习 产生道 我那三十六天罡 竟传了两位后人 且皆与苍穹大修有缘 元成天虽不便开口 既被元祖问道 也只好点了点头 元祖面色一喜一忧 却不再开口了 任太真又转向西仲道 西道有 你既被玄真子试了原魂 我自该助你 今日便就你出他掌控 再修法身 西仲叹道 在下肉身早就损毁 又因道术不经 只能勉强借这凶兽身躯附体罢了 便离了玄真子 只怕也无上境之机 任太真孝道 是有三千大道 只看你肯不肯学 西仲子眼睛一亮 道 若果有道术 赴我就屈 在下怎能不肯学 全真子越听越是不妙了 自己虽修三头六臂 毕竟不是猿猴之体 那根基怎能扎得牢固 只是勉强以示魂之术 强力手段 令元祖吸重二元不肯逃脱罢了 如今被任太真三言而语 说得元祖吸重心动 若来了各离魂碎体 可不是糟糕之急 他力声喝道 任太真修要胡言 即取手中金枪 就向任太真次来 同时在遇铁轮 展月 只盼一鼓而下 将任太真一举诛杀了 哪知那展月剑固然一计便去 铁轮却是计不动了 这才知悉众已被任太真说的心动 已起了反叛之心 任太真见金枪展月旗帜 也不敢大意 手掌猛然翻转 便失出子罗天地绝来 此绝一出 乾坤倒转 赴海翻山 金枪展月明明习向任太真 却因这天地倒转 历时就刺了个空 不仅如此 那大地如山 反向玄真子鸭江下来 这也是子罗天地绝最厉害之处 这世间诸物 怎能强得过这大地厚土 玄真子见头顶黑压压一片破江过来 不由的也是心慌 正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 玄真子正寻思着如何翻转天地 逃过这厚土鸭身之苦 忽见六臂之中 有两臂停了法诀 无问而知 便知道是元祖捣鬼了 那元祖本来正掐绝施法 互助玉区 如今双手同时停下 玉区历时冲破金光 就像任太真扑去 全真子大叫糟糕 若容这玉区被任太真收去 此番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第1822章螳螂捕蝉却在后 出来也是因自己斗法时患得缓尸 心境不稳 这才令任太真有戏可趁 苍穹子虽在身边不发一言 自始自终也不曾烧动 可玄真子省人妒忌 只当苍穹子与自己一般 到了关键时刻必然出手 正因存了这份心思 玄真子又怎能不分心 今日若失败了 怕就是败在不肯信任四字 自己舍谋篡权在先 只当这世间再无至成君子 自己虽收了元祖惜众多年 但向来只是以利压制 不曾以得服人 如今二魂离心离德 却也是必然之事了 只是神职之位如何啃舍 玄真子心中虽是惶恐之急 仍要坐于死网魄之争 他忙起了金枪 便去护那玉区 却见那玉区只有刚才一半大小 任太真得了一半玉区 不知又要增进多少修为 而自己失去这一半 又不知损伤多少境界 此消彼掌之下 玄真子心境更是动摇 心中一股怒火不可遏制 在双手掐绝互定玉区之后 猛然间大喝一声 各出一掌 便向身边元祖与希仲 头顶拍落 见玄真子对元祖希仲 图示暗散 原成天大为恶然 那元祖与希仲 就算离心离德 毕竟已与玄真子 元魂纠缠 三魂同体而生 不分彼此 若是觉得这二魂碍事 只管收起来便好 又何必动手 且若伤了元祖希仲 岂不是等同于伤了自己 看来玄真子心中 一直不曾将元祖希仲 视为一体 二魂离的离心 怕是在世魂之时 就已经种下根苗了 而玄真子既行此事 可见其心境之乱 已到崩溃的边缘 二魂毕竟是被玄真子所示 行动要受玄真子约束 见玄真子双掌拍来 竟是无法施法招架 只能闭目带死了 只听啪的一声 两颗头颅结碎 三头六臂法身刹那间消失 那玄真子全身欲血 双臂皆带伤痕 原来这一拍虽是拍去了元祖希仲 其实如同断了自己一臂 任太真探道 道有收去法身便可 何必伤人伤矣 玄真子双臂一抖 一阵金铁交合之声传来 双臂上白光大放 便复原如初 他大笑道 任太真 便是我收去这二魂 这二魂必在体内捣鬼 就算伤这二魂如伤我一臂 却也省去这许多麻烦 复了之患 不可不防 任太真探道 既不肯信他们 又何必收服 以利压之 利弱而盼 以得福之 患难与共 全真子 你连自家收服的两道元魂都收服不得 又何以服众 何以服天下苍生 全真子贺道 何须你来教训 今日定会与拼个你死我活 黄金枪再次献出 那金枪放出金光万道 向上抵住了大地厚土 任太真虽有翻转天地的神通 此修一可顶天立地 千万年的修行 果然也不是白饶 任太真淡淡地道 世间多妄人 说什么人定圣天 只可惜任你修行千万年 于天地面前 只是一介子罢了 双掌同时向下一沉 那大地厚土就沉沉压了下来 金光虽将这厚土脚的沙尘大起 却又如何能抵得住 子罗天地绝今日大显神通 果不愧为号天地一功法 便是与先庭诸多妙述相比 这子罗神功也不曾弱了半分 全真子虽与任太真靠得极近 但天地翻转之事 只在玄真子身侧罢了 任太真这边 仍是天清地固 与先前一般 这般说来 也许天地并不曾颠倒 乾坤并不曾倒转 玄真子所见之情景 或许只是心境变化罢了 只不过这世间 真真假假之事 不跳出去来看 谁能看得明白 玄真子只知已强力 撑住大地厚土 却不知道从根源处破此法术 两下比较之下 其实已是逊于任太真不少 就见玄真子不顾大地厚土 压来 心中只想着与任太真拼命 手中斩月神兵紧握 和身就向任太真一扑 这一扑挟裹着千万年修行之功 那灵压和其强大 任太真境界本不如他 历史被这灵压压制住了 动作也放缓了许多 那斩月神兵就趁灵压之事 向任太真狠命斩来 任太真虽现困境 心境不动不摇 须知这世间之事 总有办法可以解决 世间之法 也总是有策可破 若是自家荒了手脚 万载修行也是徒劳 那任太真将身子一晃 头顶便生出炼焰水光 竟在头顶画出一座大湖来 此湖浩大之极 横无济芽 其水至清至醇 无尘无垢 那灵压压到这大湖里 只是积其水花无数 灵压入水一丈 其事变弱 再入一丈 几乎已无力量可言 这世间之物是 致弱者莫过于水 而致强者也莫过于水了 任太真既为水不治愈 又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原成天瞧见任太真心画大湖 一欲玄珍 心中既是感慨 又是欢喜 其实那任太真之性情 岂不是就如这一壶清水般 他虽与原成天相是最早 但一直以来 却算不上如何秦后 正所谓君子之交但如水了 而观任太真之行 虽无令清禅创宗之才 亦无所苏伦问天之志 但成天公之创 那任太真却是出了大力的 就此默默行事 不经功 不自傲 就好似世间之水 虽无处不治 却又总是让人忽略难见 近日与玄珍子之战 任太真本来绝无把握 便向原成天求助 本也在常理之中 但任太真却不肯让原成天插手 只肯凭自家修为 与玄珍子放手一搏 其初时虽欲极显之境 但任太真却凭着这如水之性 于隐忍之中亏得良机 而斗法之中 更是才华蹦现 令原成天耳目一新 如今在瞧见任太真心画大壶 方知太真之心胸 时不雅于令所二人了 全真灵压迹压不进这大壶去 想来斩阅神兵更是徒劳无功 只能收了法宝 心中存道 我亦是水不正欲 怎的却画不出这大壶来 瞧这大壶扑天盖地 将任太真户得牢牢 却让人如何下手 这时头顶大地厚土分量越发沉重了 金枪虽强 却挡不住那沙土倾泻而下 此沙土也不向别处去 只是将玄真子包裹 片刻间 那沙土堆到玄真子腰间 身子已是挣扎不动了 如今玄真子上有大地厚土 下灵万请碧波 那玄真子夹在中间 着实两难 他知道这碧波桥来虽好 偏偏却是任太真所化 若是不幸堕入其中 此战便是不战而溃了 既然上下两难 玄真子已生退役 而在星境大乱之下 却忘了身在原成天所创界域之中 便是逃出战场 又是逃到哪里去 所谓方寸大乱 也不过便是如此了 那玄真子一生大贺 化身子为一道白光 就向原杵窜去 哪知一直行了亲礼 再往头顶去瞧 那大地厚土不曾远离了半寸 身子刚出沙土 附又沉陷其中 而往下瞧去 那万请碧波仍在脚下 更糟糕的是 刚才只想着逃命 却丢了那具玉蛆 此刻忽然想来 已是后悔莫及 忽见厚土大胡消失不见 面前仍是黄沙万里 出生戒狱 那任太真离得也不算远 但在瞧任太真行貌 已和刚才大不相同 其身上玉光盈然 先锋浮体 瞧其神色 反倒愈加温和了 任太真便道 玄真子 今日我夺了玉蛆便罢 那神职之为你也无权受人 他日我面见识尊青龙 自有说法 离且去罢 玄真子几乎不肯相信 自己的耳朵 道 你便让我去了 任太真笑道 你占了这神职之位 虽用计谋 但毕竟是天地受你 其中便算是犯了法度 自有纳天地罚你 我夺这欲蛆 那也是依着昔日法度 太真怎有权伤你诛你 你若不肯去 难不成却让我管你的犯 全真子叹道 正与心胸 果非在下可及 任太真道 不过还有一件小事 还请道有成全 全真子神色虽是沮丧 但因好歹得了性命 也算意外之喜 忙道 太真只管吩咐 任太真道 还请道有在这界狱之中稍后片刻 我等料理了界外之事 道有在走不迟 全真子恶然道 这却是何故 任太真笑道 我请苍穹大修在这界狱开出一线来 道有便可观界外之事了 出话之间 那空中果然现出一线裂缝 这裂缝向上一针 就好似开了个窗口一般 悬真向窗口一瞧 只见那是窗中现出一修的身影来 正是那苍漏神君 这时任太真将身一晃 已出了界狱 原成天与索苏伦已先一步出了此界 正与苍蓝神君后各正着 苍蓝神君见诸修其智 又是满面欢喜 忙问道 此战如何 索苏伦笑道 太真立诸玄真子 夺回玉区 此战自然是大胜了 苍蓝神君哈哈大笑 道 不想玄真子也有今日 多年仇怨 一朝了结 在下在此谢过了 索苏伦道 若要谢 只管去谢太真前辈便是 苍蓝神君黑黑笑道 任太真无故诸杀神职 你等诸恶为虐 是先庭法度为何物 这等逆天之举 在下不得不向先庭行部禀报了 索苏伦大叫道 神君 你却说的什么 我等为了你 才去诸那玄真子 解你心中怨戏 你竟向先庭行部禀报 这打的又是什么主意 第1823章 寻思王法总一般 苍蓝神君速荣道 你等为报私仇 便逼我来这黄岭新风作浪 引那玄真子出面 趁机截杀 此事我自会向行部细细禀 禀 玄真子之死 在下果然是从最难逃 但诸修所犯罪则更重 到时行部必有说法 索苏伦目几反笑道 神君打得好一手如意算盘 是了 先助我等诸了玄真子 再来个手抱不救 用那行部打压任太真 如此一来 水不正欲之直便唾手可得了 这一十二鸟之计果然厉害 苍蓝神君故作茫然 道 道有之言 真可谓不知所云了 索苏伦道 难怪你故意拖延 迟迟不肯向前 嘿嘿 那仙庭行部难道是你苍蓝神君开的 知容你开口 却不容我说话 神君 你敢随我去面见刑部正欲吗 苍蓝神君微笑道 有何不敢 在下正欲面见苏神直 自臣己罪 道有也不必心急 那刑部小欲转瞬便质疑 索苏伦道 好好好 我便随你去 又转向任太真道 太真 若说诸那玄真子 其实我却是第一份 到时见了苏神直 你莫要承揽才是 任太真摇头探道 此事皆是我一人之罪 却与所凶无关 索苏伦道 太真 你却是吃了 我本是无职无权 便有罪过 大不了被那刑部追缴罢了 你若认罪 岂不是误了大好前程 任太真道 前程虽好 义气更重 若一人无信无义 怎有颜面担当神直之位 索苏伦拍手教道 说得好 目光斜斜向苍蓝神君瞧去 那苍蓝神君目光有矣 充耳不闻 怎有半点溃色 正在这时 前方来了三名修士 一路弹笑而来 苍蓝神君抬头瞧去 面色一喜一惊 原来三位修士中 其中两位他试认得的 正是刑部两位小玉 但那第三名修士 却赫然是令清禅了 苍蓝神君见令清禅 与两位刑部小玉说的投机 心中怎能不惊 暗叫道 这伙人果然厉害 竟有先见之名 那令清禅抢先见了刑部小玉 岂不是要百般替任太真直拦 若两位小玉偏听偏信 岂不糟糕 不过此事他运营已久 于刑部上下打点了个通透 令清禅便是说得天花乱坠 那玄真子毕竟是死在任太真手中 只凭这一点 就可将任太真扳倒 只需任太真一倒 这水不正欲之职 还能落到别人头上去 说来他与任太真并无仇怨 又有魔戒五老竹简为平 也算是有交情了 如此落井下水 亦有为苍蓝神君本意 但当初玄真子 围夺这神职之位 用的手段比这次还要毒辣 苍蓝神君深受其苦 那玄真子当权之后 又是百般打压 自己若不能趁此事出头 岂不是仍要受那无穷屈辱 但围着神职之位 也只好不管不顾了 这时两名刑部小玉已至 见到苍蓝神君便道 神君 你说此处有人截杀水不正欲 是真是假 此时关系重大 可当不得耍 苍蓝神君道 卑职怎敢妄言 时有席日历劫神职任太真 脑纳玄真子不肯交出欲区 便舍谋截杀 如今那兄子就在此处了 说罢向任太真一指 任太真冷笑一声 也不说话 两名小玉向任太真望了望 盲一首道 果然是昔日水不正欲 太真神君 瞧神君欲气满面 先锋浮体 想来是已夺回欲区了 苍蓝神君道 不错 那玄真子就是被任太真所诛 任太真既夺欲区 便是罪证 任太真一首道 两位大修荣炳 一名小玉道 神君执管说来 任太真道 当初世尊有旨 那神职历劫之后 其欲区游待神职占管 但有神职历劫而回 便要将欲区交出 如今那世尊旨意 就放在无量欲山城指殿 两位大修一查便知 这小玉点头道 此事又何必去查 神职返回先庭 自该取出欲区 这是人人皆知之事 何须督言 只是你夺回欲区也就罢了 又何必诛杀玄真子 那玄真子毕竟是水不正欲 禀天命 明神位 杀之则为逆天 我行不若闻此事 定诛不饶 任太真其道 谁曾诛杀玄真子 苍蓝神君冷笑道 此刻装腔作势 却又给谁看来 理说不曾诛杀玄真 却问玄真子现在何处 原成天唯唯一笑 将手一拍 只见空中青光一闪 就献出三道身影来 正是玄真子与两位水不小玉 苍蓝神君见玄真子忽然现身 不由得目瞪口呆 左苏伦笑道 神君 你此刻有何话说 那苍蓝神君便做了个痴痴呆呆 呼得明白过来 大叫道 原来你等早就篡谋 一直在欺瞒我一人 左苏伦冷笑道 神君射谋在先 难不成却让我等束手就擒 真是可笑之极 那苍蓝神君心中又羞又恼 本来上前厮杀 然而转目一瞧 四周羞是哪一个比他弱了 何况当着两名刑部小玉 哪里能真正动手 全真子叹道 神君 我知你心中屈辱 也是因我这神职之位的来不正 如今欲屈我已孩了 神职之位只怕也是到头 神职之位本非你我所有 又何必痴心妄想 出道这里 便相认太征唯唯一一 便与两名水不小玉样样而去了 苍蓝神君已是说不出话来 行不小玉便道 神君 你诬告昔日神职 这罪则只怕不小 好在此处也无外人 这血海的干系 我二人便替你承担了 但日后若是你妄言惹事 众翻旧账 莫怪我等翻脸无情 苍蓝神君盲道 此事在下着实是糊涂了 既容两位大修瞒过 在下怎不小事 哪里还敢提起 没得让天下人笑话 匆匆向两位小玉一一 也匆匆去了 索苏伦喝道 怎么这就去了 苍蓝神君无言以对 又生怕两位小玉离开这里之后 索苏伦要寻他的麻烦 哪里敢回头 脚下水云便起 刹那间就去得远了 若论其顿素 果然比刚才快了数倍 等那苍蓝神君消失不见 两名小玉呼得一笑 道 我二人也该走了 就见其身子一动 变化为两粒明珠 令清禅随手收了去 珠修皆是玩耳 原来那两名小玉 亦是令清禅用两颗明珠所化 须知行不正欲 正是苏神职 那苏是语言成天仇怨难解 若容苍蓝神君争各而告上刑部 苏神职怎肯轻饶 非得查个水落时出不可 一旦原成天身份泄露 那可是天大祸事 因而令清禅便以两颗明珠化为刑部小玉 先将苏蓝神君瞒过了再说 想那苏蓝神君遭此事故 日后只好忍其吞声 又怎敢再生事了 说来以原成天诸位手段 便是将苏蓝神君当场诛杀 一非难事 但对那职位的修士忘形诛杀 岂不是自惹其祸 实乃不至之举了 此时原楚清光又起 便来了两名修士 令清禅向原成天道 必是真正的刑部小玉道了 苍穹大修最后莫要现身 以免后患无穷 原成天点了点头 他本有影子真言加持 除非真正见到了 否则谁也探不出他的灵袭来 于是将身一晃 就引在云端之中了 片刻之后 两位小玉便智 这二修皆是目光阴沉 神情傲慢 见到诸修便道 你等是什么人 在此何事 那苍蓝神君却又去了哪里 令清禅淡淡的道 道有好大的威风 放着两位神职在此 你等莫非有眼无珠 竟瞧不出来吗 身为刑部小玉 不知尊卑礼数 却又该当何罪 那刑部主管先停诸修 向来是横行惯了 平日里都是用笔孔瞧人 拿肯息加辨别 此刻见令清禅口气大了 慌忙用灵师一探 方知令清禅与韧态真玉气迎然 先锋绕体 那气度风华便是连顶头上司苏神职也比不上 苏神职虽掌大权 但毕竟不是十大玉人出身 从来历来说 可算是差了许多 那苏神职平常谈起此事 也是常常畅恨的 二修慌忙攻身道 不知两位玉神职在此 卑职无状 该死该死 令清禅道 此事究竟如何 你等只管去玄真子那里 自然明白 二小玉相顾恶然道 苍蓝神君说玄真子已被诛杀 令清禅道 那苍蓝神君为神职之位 只怕是失心疯了 无事也要缴上三分 此人说话如何信得 我令清禅与韧态真好歹也是十大玉神职 若有半句谎言 天地不容 那玄真子与你家神职同在无量玉山 回去一问便知 又何必再此废话 二小玉被令清禅一阵发作 大气也不敢出了 虽知令清禅与韧态真此刻 并未明正神位 但玉神职的出身 却是谁也别不上的 便行则罚 却也轮不着行步 只好诺诺以应 二小玉转回无量玉山 果然去水不问世 那玄真子失了玉区 不知如何向阿神徒交代 更以为奇耻大辱 见二小玉来问 口中怎有好话 自然是赶将了出去 二小玉只得回去秉明苏神职 那苏神职暗道 此事关乎十大玉人 我行步如何管得 天阿神陀忙于创建新玉 天罗尊者又是不肯管事 我又能如何 便将此事压了下去 只当谁也不知 第1824章万物魂元亦有缺 这时任太真与元成天等人 已回到剑神城中 任太真提及西众与元祖 被困玄真子元魂之中 为己拯救 心中遗憾之极 令清禅便劝道 万事难以求全 玄真子毕竟是神职当权 也不能逼迫得过分了 他若就此警醒也就罢了 若他执迷不悟 他日太真重掌权柄 岂能绕他任太真叹道 我平生碌碌 若非得欲世尊 此刻不过是好天一散修罢了 正因为蹉跎太多时光 就恨不得将那为了知事 一股脑而作罢了才好 现在想来 这心境果然还是急迫了些 令清禅笑道 太真 你若说自己庸碌 我反倒自残行贿了 我虽创天一宗 天一神功 瞧来威风的井 可又怎比太真痛下决心 重修子罗心法 这决心可是不亦下的 我此刻境界虽略胜太真一筹 可日后太真定然比我修道过 袁成天听到这里 也是暗暗点头 那重修子罗心法 就是要将平生修为尽弃 从头再来 做出这样的决定 非得大勇气大智慧不可 世人虽皆知目光虚放得长远 但又怎能轻易舍弃眼前利益 这也是任太真超然出众之处 若论才智 令清禅祸生任太真一筹 可若论这愤如铁道心 世人胜过太真者只怕不多 也因此战 袁成天对任太真便多了一份 激赏之心了 朱修回到剑神城后 殿静心修行 万事不理 那黄岭非同小可 此刻多一分明物 就多了一丝机会 此战胜了责败 若是不幸落败 袁成天的先庭之路 只怕就此终绝了 云龙真人在此期间 已解释完大半混沌残宝 寻出两件真龙法宝来 皆交于袁成天妥家收藏 袁成天督促诸修家景修行之时 一心一意去参悟 原缺太极生死六字真言 生死二字过于奥妙 原来这二字之中 包藏万道法诀 若想一一参悟 便是以袁成天灵慧 也得十年八年之功 袁成天如今只有数十日时光 哪里能悟出生死尽亦来 至于太极二字 必须痛下苦功 且这二字 又与袁缺两字真言息息相关 若明悟二字 非得将袁缺修至大成不成 因此袁成天所有心神经历 皆用参悟袁缺二字 匆匆百日将近 这一日任太真运功已毙 便来到袁成天静世之中 原来朱修在剑神城期间 已渐渐形成默谢 每日运功完毕 必来袁成天除请安问道 袁成天意趁着这每日小聚 战朱修开解修行难题 任太真走入静世之时 只见偌大的静世之中 已是朱修云集 索苏伦 令清禅 五月 煞月 云龙真人 竟不曾少了一个 只缺他一个任太真罢了 朱修见到任太真 皆笑道 太真今日迟了 任太真微微一笑 先向袁成天失礼 这才去令清禅身边坐了 袁成天笑道 太真来得正好 我今日恰好悟出原缺二字经义 正要说出来与诸位参详 朱修皆是欢喜 道恭贺世尊参悟真言 袁成天当即开说 人常道天地浑原 只因万物之始 便是一个原字 这个原字 既是万物之始 又是万物之中 众生死而复生 生而复生 亦是这个原字 由此瞧来 若物大道 非得明悟这个原字不可了 所苏伦所创新法 正与原字暗和 听闻此言辩道 天地浑原 世道回圈 此理虽明 但却不知如何用之 袁成天孝道 魁神 你可知万物之始 为何是个原字 所苏伦道 正要请世尊开说 袁成天道 万物出生之时 无论你是怎样出生 必定是脆弱不堪 这个原字魂仆无华 无戏可衬 便是最佳的自保之法了 万物出生之心最为直谱 反倒最近大道 其后于世俗蒙尘 反倒是离大道渐远了 亦失去赤子之心 故而欲求大道 需重修赤子之心 如何修起 便从这原字来修便好 又到 五明物三十六道法诀 可保诸修自身魂原 不戒万物 便是一世戒了 就算对手境界胜你一筹 你将这魂原之法应对 他对你也无可奈何 就算对手断你灵犀 困于为欲 你自身便是魂原 灵犀回圈不休 他也难断你生机 诸修听罢 袁成天此话 皆是大喜 原来这个原字 不仅是天下之间的手欲之法 更难得是 灵犀回圈不休 自成世界 此道若成 又何惧对敌强几十分 袁成天便传诸修三十六道法诀 诸修凛然受道 各有所得 袁成天传宫受法弊 便道 这原字若有小成 若论其手欲之功 可抵得上一滴太一弱水了 若论其自身回圈之功 可抵得上半道龙魂 火凤若能明悟这个原字 又何必去修真龙法宝 只需自家修为 就可度过漫漫至虚之境了 令清禅效道 这原缺六字皆在诸雀葫芦之中 火凤哪里有机缘修得 便是诸雀 只怕一不知有六字刻在葫芦中了 为世尊福原无双 方有此欲 所苏伦虽的三十六道法诀 心中犹是不甘 只因他所创新法之中 对那原字的要求 却非手欲之法 亦非回圈之功 便道 世尊 除此之外 那原字另有何说 原成天之道 所苏伦心意 道当初我答应你 要祝你创制新顿法 今日正好打你 这时间顿数 不过是两点一线罢了 若想加快自身顿数 只能苦苦修行 本无洁净可走 但若能视万物为魂源 那便会另提西径 另寻出一条路来 书罢于空中首会一圆球 此球金光灿灿 不知是何物形成 又在那圆球上随意点了两点 朱修皆是灵慧之事 历时明白过来 这两点一处为起始 一处为终点了 原成天道 寻常顿法 只能从这球面上去行 那路程长短绝无法更改了 但若是从这圆中去行 十里便是八里了 岂不是尽了许多 只是此道虽明 却须穿越破戒之术 着实难行 所苏伦道 穿越破戒本是极难 世间为灵须步伐可为 只可惜并非人人皆能修成这步法了 原成天孝道 我有依法 不须穿戒破玉 亦能大大缩短形成 无形之中 便增顿速了 所苏伦道 还请世尊指点迷经 原成天道 须知五戒魂元 本身亦在运转不休 但因我等难以超脱 自身只好随着这五戒运转 若你能逃出戒外去 便可发现 那五戒虽转得缓慢 可一刻便是万里 这时你再回到戒中去 便发现你四周地势早就大变 只应便是这一出一入 那五戒早就转了个圈 所苏伦沙实名物 不由大喜道 是了 是了 若是五戒为魂元 只需逃出五戒 不需行一步 便是万里了 这法则果然简洁明快之极 只是如何摆脱五戒 则需世尊指点了 原成天孝道 此法亦有五道法觉 却是依那五戒法则不同 各有机巧 如今我便传与诸位 若能修行大成 于五戒之中 只需适用此法 摆脱五戒所限 则一步或是万里 或是数万里 便将这五道法觉 又传与诸位 诸修宁神戏听 如所苏伦 令清禅这般灵慧者 自然是历时就有所悟 而如煞月 云龙真人者 虽于重会上略迅索另二人 但只需照这法觉修来 总有所获 原成天所传此法 并不能真正超脱天地所福 四行无忌 但却可在顿行之际 能有片刻间摆脱五戒 以便借助五戒自我转动之际 取巧顿行 大大加快自身顿数 诸修身知 原成天今日所传顿数 乃开天辟地未有之数 但能修成此数 无论是追敌顿逃 皆有莫大好处 又怎能不尽心尽力修去 因今日原成天开说原自经义 本来是片刻之句 便成了终日之会 一直到夜幕降临 诸修人围着原成天议论不休 便是五月禅师这等老成之事 也因心中欢喜 谈笑忘行了 所苏伦道 世尊 原缺二字相辅相成 今日既说了这个原字 何不再说说那的缺字 诸修大笑道 魁神贪心不足 是尊莫要理会 原成天笑道 趁着今日加会 正该与诸位尽数大道 魁神既有所问 在下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索苏伦笑道 诸位 我拼着这个脸面 替你等求的大道 怎能反倒我的不是 诸位若想听讲 虚念着我的好处 每人须给我三金三两玄金 否则只好打僵出去 说得诸修又笑 原成天意笑了笑 便开说那的缺字 若论这个缺字 原是以原字为基 万物固然浑原一体 但大道若缺 天地亦不能完全 是坚决无尽善尽美 此中道理 还请诸位深思 任太真道 此理虽是致明 但太真却是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正要请世尊指点了 原成天点头道 既然万物有缺 则这世间法术 亦必然大有缺失 若能明误此法 则对手再强横凶恶 也必能寻到其短处了 若能寻到这的短处 亦可自保 亦可诸敌 如今我便传你等缺字经义 以之欲敌 可立于不败之地 他正想开说 忽觉秀中一动 却是那小青小白 两只事月从同时窜出 两只灵虫一声长鸣 就向乌角褚扑去 第1825章 无情人逢多情种 墙角褚扶着一只寸长的青虫 这青虫见二只事月从扑来 慌忙转身就逃 却怎能逃得掉 被小青抢先一口 咬去半边身子 不想那青虫虽被咬去大半截 却依然不将不死 只在小青口中挣扎 五月心地最辞 见此情景 大有不忍之状 盲用大秀一符 将青虫护在手中 令青蝉道 此事说来也其 十日前我便瞧见这青虫 每当是尊说法之时 这青虫就钻出洞穴 倒像是在听 是尊说法一般 不想今日却有此恶 任太真道 此虫显然并不曾开了灵会 又怎能听懂是尊说法 令青蝉道 是尊法觉 字字皆是天地玄机 此虫就算听不明白 亦可触动心机 正所谓是尊说法 青虫点头 已算是莫大的机缘了 五月道 只可惜被小青是来 这青虫死了大半了 原成天道 禅师将青虫给我 五月盲将青虫地语原成天 原成天道 十日说法 亦是机缘 既被我瞧见了 不能不救 说吧将守在青虫身上一扶 生字真言用来 那青虫残体便复原如初 在原成天掌中叫个不停 想是在感激世尊救命之恩了 诸修见原成天随手施法 就令这青虫死而复生 显见于生字真言上领悟更深了 便其来祝贺 原成天微笑着硬了 便将手掌摊开 对那青虫道 你好生去吧 莫要再误入他人口腹之中 那青虫果然震翅便飞 刹那间便离乌尔去 索苏伦笑道 世尊 你这一句话 不知惹出怎样的后果来 他日若世尊掌职先庭 世尊之言便是天地之法 这青虫便是永生不死了 原成天说罢此言 也有些后悔 他日若他真的只掌先庭 那青虫只怕真的终身不入他人之口 岂不是永生不死了 但话已出口 岂能更改 便道 若此虫得到也就罢了 若是不然 这世间自然生出一人一物来克他 所苏伦道 如此才算是圆满了 义何善恶因果 原成天刚才因一念之词 差点造出一只百生不死的灵重来 心中也是警醒 自此之后 说话就愈加谨慎了 原成天将所领悟的缺字真言 至成十道法诀传语朱修 以完今日说法 其后便道 黄岭之战后 九龙烈风等朱修便要飞升了 而我若在黄陵与火黄斗法 这身份怕也保不住了 到时朱修听我法指 让你等走便走 不可迟悟 令清禅道 九龙仙子等人飞升仙庭 依清禅算来 或会落在北域 那北域受劫未消 甚是凶险 黄岭之战后 清禅请命先行一步 去北域迎接原籍仙子 原成天道 原封石修成十步惊沙 有专客受劫之能 老也不必过于担心 在下想请禅师 煞月仙子先行一步 去北域接应 不知禅师仙子意下如何 五月道 本禅子自当奉命 煞月也脆生硬了 原成天道 此去黄岭 当在三日后出发 此战凶险异常 非修成大道难入此岭 还盼清禅 太真 所凶与我同行 云龙坐镇此处 随时听我法指 以坐接应 诸修也功身硬了 黄岭之战究竟如何 便是令清禅小天刻绝迹 也难算得明白 只因此战关键便在火皇身上 火皇无论是地位境界 皆远在令清禅之上 正所谓上意难测 令清禅哪里能算得精准 五月禅师虽得寿小五戒心法 却并未大成 煞月初窥灵台 一难修成大道 云龙真人味的欲曲 境界上低 故而此战断不可行 而之所以让五月禅师 与煞月先行一步 也是想让五月有余霞 前往混沌战场院 谷楚超度亡灵 此举一是了解五老之托 亦是五月修行的机缘 而令煞月同行 亦是盼着以五月禅师大德 化解煞月心中杀性 他日煞月修成道果 便知元成天这番苦心安排了 元成天又将那对火酸泥交于五月 让五月则递放了 此虽小事 但若想安排得的妥当 亦非五月不可 元成天安排既定 今日家会便算是圆满了 诸修各回本事 到了第三日 云龙真人已将千余剑残宝 检释完毕 又得真龙相关法宝一剑 便将那千余残宝 敬赴元成天 此时离与凤五的百日之约上有五日 而以诸修此刻顿数 却是一日便可到了 因此时间甚是充裕 先是五月杀月先行 诸修将二修送出城去 便来与云龙真人辞行 元成天便领着清禅 太真 所俗轮向黄岭方向 缓缓顿去 诸修虽知此战结果难测 但求战之心 却是如火焰般赤裂 这数月修行 早晚接闻大道 所得极多 正所谓千年清修不如一物 诸修皆是觉得 自家修为与百日前相比 何止更胜一筹 因此便明知对手是火皇大能 亦有三分把握 但诸修见元成天一路上 筹眉不窄 顿速缓慢 便知元成天定有心示威了 而元成天既不肯说 诸修也不便问起 诸修行了半日 也只是行了数万里罢了 眼瞧着刚过身时 元出来了两道身影 元成天神是无双 自然是早一步就发现了 转身就对三修笑道 了然 半惨已至 向来正恶真人那里 必有确信了 诸修这才明白 元成天最担心的 还是正恶真人与火凤勾结 若那正恶真人死心塌地 与火凤同各鼻孔出气 则此战哪怕是胜了 诸修也要面对无穷天结 沙时了然半惨已至 诸修重逢自是欢喜 元成天为房谈话泄密 便将五戒残卷展开 诸修都在卷中说话 了然道 苍穹大修 师尊已打听的时 那正恶真人果然得了火凤好处 按住火凤成功 先前劫步小玉 皆是得了正恶真人 法指相助火凤 令清禅道 不想遇人神职 也去复言去世 正恶真人着实令人失望了 了然道 正恶按住火凤 却也是迫不得已 原是得了阿神陀的法指 师尊已此事相责 那正恶坦然相告 其间大有悔恨之意 令清禅道 他若知道一个悔字 倒也并非无药可救 如今他又是怎样行事 了然道 正恶真人所派小玉 目前已在皇陵处 自然无法调回 否则便是如同与火凤阿神陀翻脸 不过正恶真人已答应师尊 自此之后 绝不插手此事 任太真道 就算如此 那些个劫步小玉 也是天大的麻烦 这些小玉有劫步法宝在身 寻常道术 只怕难以相敌了 原成天的计策 原是以混沌残宝为尽献之理 从而能够进入皇陵 到时原成天便与凤武斗法 随便缠住火皇 朱修就可便宜从事 救出被困皇陵的诸多细修大事 但这计策若想成功 却是一步也不能错的 一来需要那皇大度 就算明知原成天献宝为假 但以火皇身份契成 原成天既来献宝 又怎聚之门外 若那火皇如火凤般烈火般的脾气 不等朱修身入皇陵 就亲自出来截杀 则原成天此计断然不可行 好在火皇性情与火凤绝不相同 原成天料定那火皇自是身份修为 便是瞧迫原成天心思 亦会欣然接纳 而朱修能够深入皇陵 便算是第一步计划达成 那第二个计划 便是原成天独斗凤武 此战绩不可速胜 更不可让示弱 总要将火皇牢牢牵绊住了 唯有火皇无法脱身 令所认三修 方能脱身行事 这其中原成天的修为神通 若不能火皇惊害担心 则火皇如何能被缠得住 这是计划的第二步关键所在了 而朱修就算能够脱身 那第三步行来 亦是万难 且不谈皇陵之中大修如云 朱修气修大事心思不齐 便是劫步朱小玉这一关 亦是难过得很 三修若不能以雷霆之事 击败皇陵朱修 压制劫步朱玉 又怎能救出诸多气修大事 而这计划中的前两步 原成天皆可参与其中 便有状况 亦可见招拆招 但营救气修之事 却非原成天所能智慧 只能依仗令所认三修灵机应变了 以原成天性情 自然要尽量减少意外 以驻三修工程 如今那劫步朱小玉 无疑是个大大的难关 劫步法宝怎是寻常法宝可比 而劫步朱小玉代天师节 便是原成天意要聚上三分了 这时半残道 师尊也因此事 与正恶真人好一番解劝 那正恶真人被师尊逼得无奈 便赐了两道灵符 但有此符在身 劫步法宝难显神通 诸位道有持此灵符 或许便多上几分把握了 原成天喜道 既有这两道灵符 此去果然可多出几分把握来 还请两位禅师上赴禅祖 原成天在此谢过了 当下收灵符 诸修这才出了五戒残卷 了然与伴残便与诸修此行 急急回赴禅祖去了 原成天得了这两道灵符 也算是取了大半心事 但令所认却有三人 这两道灵符又该如何分配 原成天正要盘缓 脚下钻锋被一道金光冲散 低头去瞧 原来脚下是座城池 那城池上空 正有两名修士斗法 二修所计法宝不俗 竟将原成天顿风冲散了 原成天身有要事 本不想理会 忽见城中非起义修来 对那斗法的二修叫道 那人究竟是不是铁三 还不曾问个明白 你等怎就厮杀起来 速速住了手吧 听到铁三二四 索素轮面色便变得万分古怪起来 第1826张百炼钢城绕纸柔 铁三这名字 本是索素轮与凤九遭遇之时 胡乱起的名字 除了凤九与索素轮之外 怎有第三人之道 索素轮听到铁三 自然就想起凤九 此时虽无人得知 可心中总觉得好不自在 令清禅何等眼力 瞧见索素轮神情古怪 袖中暗暗算了一刻 笑道 此间之事 或与索兄相关 好在我等时间上足 不妨在此驻足打探一番 索素轮忙道 这里有何要事 不过修士争斗罢了 着实没什么好看 他不说此话也就罢了 此言一出 袁承天与任太珍其声道 令兄说得极是 二人何等精明 自然也瞧出一点端倪来 索素轮心中也是七上八下 不知城中修士所言的铁三 是否与自己有关 因此袁承天与任太珍之落井下时 未必就不合他的心意了 此修便落下顿云 只见那在城池上空争斗的修士也被劝住了 其中一个高个修士道 纳铁三是我首先瞧见的 你怎能与我争抢 另一个身材粗壮的修士道 明明是我先与他说话 怎算是与你争抢 你若不服 我等再来打过 来来来 我难道怕你不成 眼瞧着二人又要斗法 纳居中解劝着急忙侧身其中 在一番好说歹说 方将二人劝住了 三修落下顿风去 只见城中一片空地上围了七八名修士 各取刀剑法宝对质 那七八名修士中 围着一名白衣修士 那白衣修士生得虽是高大 只是被诸修围着 神色惊慌不已 正在那里速速发抖 原成天瞧了瞧那白衣修士 又瞧了瞧索苏伦 二人虽无相似之处 气度风华更是天上地下 但二人的相貌打扮 总算是有三分思想的 心中便明白了三分 只是仍是不得要领 就听那高个修士来到人群中 向那白衣修士披面问道 我只问你 你是否便是铁三 那白衣修士盲道 在下的确姓铁 高个修士甚是姓吉 不等白衣修士说完 便合掌大喜 道果然是了 那九字凤传可不就是我的了 粗壮修士大吉道 九字凤传自然便是我的 谁也抢不去 最终解劝者是名中年轻衣修士 导也细心 盲向那白衣修士道 你真的便是铁三 白衣修士慌道 在下姓铁 单名一个山字 却不知怎样触到诸位大修计会 若是我这名姓有不妥之处 在下这就改了去 轻衣修士也疑惑起来 道 那凤九要寻的白衣修士 究竟是铁三还是铁衫 高个修士道 管他是铁三还是铁衫 只管请了去交给凤九便是 就算是抓错了 想来也没什么坏处 这法则显然不妥 因此除了他的一名同伴 其他人应者料料 轻衣修士冷笑道 你当那黄岭凤九是好见的 若这人不是凤九要寻的铁三 那凤九脑僵起来 你等性命便留在黄岭了 高个修士道 以你之见 又该如何 轻衣修士道 那凤九究竟要寻个怎样的铁三 自然需弄个明白 否则讨好不成 凡显得我等办事不劳 抓错了人是小 若是惹恼了凤九 大伙儿皆没好下场 这怎是当耍的事 粗壮修士道 便是抓错了人 又有何不妥 正所谓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了 那凤九向来最明示礼 却是与黄岭其他弟子不同 轻衣修士冷笑事 凤九虽明是礼 性情最是温婉不过 可你想来 他好端端的为何传出话来 要寻铁三 若那铁三是凤九的仇家 黄岭弟子无数 又何须我等住他 可见凤九寻这铁三 必有其他缘故了 高个修士道 又有怎样的缘故 轻衣修士叹道 你等只知修行厮杀 怎知女儿家的心思 凤九以九字凤传来寻铁三 可见这铁三在他心目中极其重要了 只是这等心思 我等却要装作不知 总要打探的时 悄然送过去 甚至连面也不见 只传个讯息 方见好处 若是像你们这般 不弄得明白就吵了个天下皆知 说破了那凤九的心事 凤九便是如水的性情 也免不得要发参怒的 袁成天等人听到这里 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 皆瞧着索苏伦微笑起来 索苏伦虽是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至此也是无地自容 转身就想逃之夭夭 早被任太真一把扯住 哪里能逃得掉 袁成天巧声道 原来索兄悄然仗下这等大事来 我等皆是被蒙在鼓里了 莫非便是那日的机缘 令清禅笑道可不就是那一次 在下散出凤九来祖 索兄红鸾心动 便让索兄前去阻敌 果然是一件索兄终身物 九字凤转寻铁三 不想这凤九岛也多情 袁成天见索苏伦神色善善 也不便伸说 但却瞧出索苏伦心中时有几分欢喜 当日那凤九来祖 袁成天只是用神事远远地叹了一回 只知那凤九滋容不俗 修为不弱 导也堪为索苏伦良配 至于凤九身在黄岭 索苏伦却为魔戒魁神 在原城天瞧来 却是无关紧要 这世间情缘 要紧的是情投意合 时与身份地位无关 这时那白衣修士总算明白了 下得脸色苍白 盲叫道 诸位道友 你等真真弄错了 在下怎有资格与那凤九仙子结缘 别说那凤九仙子已九字凤传寻我 便是我能得见凤九仙子一面 此生也是无憾了 清衣修士道 这么说来 果然不是你了 白衣修士道 得的确却不是我 高个修士与粗壮修士皆是失望之极 那眼看到手的九字凤传 哪知还是在云里雾里 此时不沾手也就罢了 如今之事 就觉得那九字凤传的儿妇是一般 怎能就此甘心 高个修士扬声道 诸位听真了 凤九向来带我等不薄 便是没那九字凤传 我等好歹也要轴他玩此心愿 诸位速去诸楚打探 但有那白衣修士 名叫铁三者 历时来报 清衣修士盲道 若见了那铁三定要和声和气 且不可穷凶极恶 已在下瞧来 那凤九八九是瞧上铁三了 若是惹恼了铁三 大伙儿可没什么好处 诸修轰然笑道 此事何劳吩咐 便在这时 就有人于人群中瞧见了索苏伦 以修士兴急 大贺道 乌那白衣修士 你可是叫铁三 慌得轻衣修士盲道 你这人怎的这般大的妄性 才说的话 怎的就妄了 那修士也是惶恐 盲向索苏伦一手为礼 道 请问道友 你可是铁三 索苏伦笑道 你等不说也就罢了 既然说起我才想了起来 昨日我的确遇着一人 也是白衣打扮 彼此通了明信 原来竟是叫铁三的 只可惜我当时不知缘故 竟生生将他放走了 可惜我那九字凤传 就此落空 原成天见索苏伦做作 皆是忍笑不止 索苏伦此言一出 历史就被朱修围拢了起来 高歌修士急声问道 纳铁三现在何处 索苏伦道 应该是往北域去了 纳铁三说什么北域寿节滔滔 正是我先庭修士用武之地 这话只说了一半 高歌修士就道 错了 错了 纳寿节的源头 便在 便在 就往黄岭方向一指 又道 试问纳铁三又怎会去北域抵御寿节 总之是错了 轻衣修士笑道 在我乔来 纳铁三未必就错了 高歌修士道 铁三若去北域抵御寿节 岂不是与凤九作对 怎不算错 轻衣修士笑道 说你等不知那女儿家的心事 你等就是不服 这世间女子 心性如海 不可测度 但最爱纳特立独行之事 确实不会错的 凤九地位不俗 修为又高 远在凤八诸弟子之上 怎的却不曾被派往北域 纳铁三去了北域 若能弄得凤八等人灰头土脸 却不知谁心中最是欢喜 高歌修士道 这般说来 道也有几分道理 若论凤九的修为 的确该派往北域 是了 铁三此去 便是去缴了凤八等人的好事 替那凤九征回颜面 嘿嘿 这铁三倒也算是情深似海 风月老手了 听到风月老手四字 任太真忍俊不惊 已是哈哈大笑起来 索苏伦原只盼胡言乱语一番 将朱修打发了 也是耳根清静 至于引朱修往北域去 也是索苏伦的一点良苦用心 那只被那轻衣修士胡乱解说一回 却得了情深似海 风月老手八字之平 真各而是情何以堪 粗壮修士道 既然如此 我等便赶往北域去 好歹寻回了铁三 若容纳铁三失陷在北域 可不是令凤九伤心 朱修轰然道 同去 同去 朱话之间 人群就散了个干净 反倒让索苏伦目瞪口呆 想来那凤九若是风平不高 朱修怎肯替他办事 那九字凤传虽是重礼 总不能人人习得 必定是朱修接得过凤九的好处 这才不惜替凤九出头了 他与凤九一面之缘 见过也就罢了 时不曾往心里去 如今见凤九围寻自己 惹出这天大的风波来 虽令他修建原成天诛人 但凤九情深若此 谁又能不动于心 第1827章 你若有情终不负 此修离了此城后 万里之后 又来到一座城池 任泰真笑道 不知那凤九寻铁三的消息 可在此城流传 若是如此 索兄最好将白衣换去 免得被人请了 拿去凤九楚换的凤传了 索苏伦原是风光际月之幸 刚才是起突然 或觉甘大不已 此刻感凤九后裔 心中为有感激 他道 凤九身为女子 却能至情至性若此 我若推三阻四 反倒显得小气了 无论此事日后怎样了局 今日定要给凤九一个交代 原成天笑道 你意欲何为 索苏伦道 苍穹大修 你那计策只因我而变了 索苏伦要明告天下 心中只目凤九一人 以不负凤九一番深情后裔 索某先去黄岭 诸位可随后跟来 原成天脱口赞道 这才是真性情 好男子 索苏伦按下段云 来到城中 宁神听去 只见朱修口中纷纷扬扬 说得果然是凤九铁三之事 索苏伦心中热血上涌 便立在街星大鹤一声道 铁三在此 此言一出 满街许多修是其街寻生来瞧 皆是惊讶之极 有那心思敏捷者牙地叫了一声 便向索苏伦抢来 其中有二修动作最快 这二修各出一臂 将索苏伦一臂紧紧抱住 一修叫道 是我 是我 另一修则对索苏伦道 道有真各而是铁三 索苏伦扬声道 在下数月前与凤九仙子有幸的遇 虽只是惊鸿一瞥 却名科于心 当时只恨身份低违 境界浅薄 时不敢高攀 如今我已想得明白 我对那凤九仙子念念不忘 此生若不能娶凤九为妻 宁愿孤苦终身 近日我便要前去黄岭 向那凤九求亲 诸位便是我的证人了 诸修哗然 有那大惊的 亦有那大笑的 不过都是将索苏伦瞧了又瞧 心中道 这修是生得倒也不俗 更难得的 亦是那重情重义之人 那凤九以九字凤传为赠 要寻铁三 此事在先庭之中 可算是闻所未闻了 诸修有他那九字凤传的 亦有感念凤九好处的 因此这事传扬极快 难遇其境几乎是一日传遍了 但凤九以女流之身 将此情宣告天下 诸修口中不说 心中未年耻笑 更因铁三多日不曾现身 诸修只怕那凤九多情 铁三无意 那凤九的情形就分外尴尬起来 如今索苏伦自成爱慕凤九 可不是替那凤九脱困了 诸修中有小事的 自然明白索苏伦就算 未必真的爱慕凤九 却算是极讲义气了 懒成修士顿时就将索苏伦围住了 吸嘴巴舌地问江起来 有人便问索苏伦如何与凤九相遇 又有人问铁三如何行动凤九芳心 又有那警戏人就再三盘问 生怕弄错了索苏伦的身份 索苏伦口才再好 又怎能招架得住 便将身纵到空中 行了各罗圈一道 铁三要去黄岭求清 还盼诸位做个见证 书罢便遇遁云 就向黄岭方向遁去 这时间之人又有几个是怕热闹的 朱修见此好事 皆是轰然较好 满城修士之中 石城之中就跟去了七城 一行行浩浩荡荡 就向黄岭敬发 令清禅于空中冷眼旁观 笑道 魁神此侧即是高明 更难得的是 他公然出面 可就将凤九摘出来了 袁成天亦点头道 我虽知魁神重情重义 也想不到他能做出这事来 即是有担当的 魁神此生 果不复人 即是如此 我等便先行一步 向那火皇求清 好歹也成全了这二人 令清禅道 若是火皇不肯答应 又如何 袁成天道 若火皇不肯答应 就要瞧那凤九所兄的意思 便就是词与火皇翻脸 公然与火皇斗法 也是顾不得了 令清禅道 若是火皇硬了 只怕反倒难办了 袁成天道 一是一 二是二 就算火皇硬了凤九所兄之事 火凤鲁二成修事在先 怎能与他甘休 大不了就与他翻脸厮杀 好歹将诸修救出 令清禅与任太真听罢此言 皆觉得胸中生出一股豪气来 不由生口同生道 愿奉世尊差遣 屈之此去皇岭 只需袁成天与火皇见了面 袁成天的身份如何隐瞒 既然身份早晚泄露 又何必争那一日半日 其后便是与阿神陀放对 大不了轰轰烈烈一场 便是输得干净 也不枉此生了 二修刚将世尊说出口 就听空中一声惊雷 自无量玉山方向滚滚而来 那寻常修士道出世尊二字也就罢了 令任二修皆是一人神职 一言即出 必达天听 果然是将阿神陀惊动了 但三修此刻心中豪情万丈 怎会在意 袁成天便施展出灵须步伐来 一步便是万里 再一步便是三万里 也就片刻功夫 那皇陵已然在望了 令清禅与任太真的顿法 虽比不得袁成天的灵须神通 但三日前听袁成天说话 以得窥顿数堂傲 二修不以自家领悟 刹那间挣脱五界所福 一步踏去 一时数万里 等二修赶到皇陵前时 只听袁成天正吐气开声 扬声教道 奉借为修袁成天 特来拜见火皇神君 那声音每一字皆如惊雷 一声声传扬过去 顿时山谷回应 那声音回应未觉 就从皇陵中窜出两名修士 这二修皆穿红袍 左右秀用金线秀着火凤火皇 与凤五打扮一般 只是衣色有意 显见的是火凤弟子了 一修就喝道 凤十八在此 你凡借修士 好大的胆子 也敢来我皇领喧哗 另一修则道 原来你就是那个袁成天 我只当是三头六臂 或是升得身高百丈 天神一般人物 哪知也不过如此 袁成天唯唯一笑道 袁某身有要事 要面见火皇神君 还请两位通报则各 凤十八大贺道 你是什么人物 也敢来见神君 那神君可是人人都能见得的 凤十八手中法宝与众不同 乃是将见尖打得弯了 形成凤卓之状 顾守处则是月牙银钩 好似一对凤爪 此宝凡间叫做无钩 此处却叫凤钩 乃是火凤弟子常用的七种法宝之一 凤十八持着这凤钩 就向元成天钩来 任太真冷笑道 放着我水不正欲在此 也敢放肆 旧中太真剑飞出 高高悬在空中 掌中变发天雷 震得太真剑剑影一荡 一道悬钢就劈将下来 这悬钢由天雷震出 可不是比天雷强出数倍去 那凤十八眼瞧着就要欺净元成天 被那悬钢荡来 心中知道厉害 慌忙转身来迎悬钢 那悬钢本是无知无形之物 只凭法宝实体怎能抵御 这凤勾虽挡住了主钢的大半威能 另有小半悬钢 仍向凤十八胸前披来 凤十八身边修饰见势不妙 忙将一面铁伞撑开 护住了凤十八 只听刷的一声 就将铁伞打断了三根伞骨 和二修之力 总算勉强抵住任太真一道悬钢 元成天见任太真得了欲驱之后 修为恢复急速 心中即是欢喜 那令清禅得了欲驱 也不过恢复七成罢了 可任太真却像是恢复了八九成 想来这也是子罗心法之功 任太真抛弃前功 重修子罗 如今那番心血 今日中的回报了 令清禅见任太真一道悬钢压制火奉二弟子 心中意在点头 暗道 子罗心法 名不虚传 境界欲高 欲见其微 太真隐忍千万年 今日总算吐气扬眉 火奉弟子骄恨惯了 哪知今日却欲强敌 一来是扫了颜面 二来刚才为师全功 输了也不肯甘心 凤十八游叫道 敢说什么水不正欲 那玄真子好端端地坐在无量欲山之中 可不是你 说话间就将那凤勾记起 那凤勾骑快如垫 就向任太真脖颈勾来 且那勾中便起了一道火光 正是凤十八师出凤火绝学 任太真按道 若不能克制凤火 如何赶来这黄岭救人 双掌同时伸出 其旗翻转 子罗天雷诀骤然师出 此诀妙用无穷 又岂只是翻天覆地而已 旧剑法诀到处 黄岭方圆万里风灵气被接触会来 就形成一股强大风力 向那凤勾凤火一吹 此绝既以天地为名 则天地万物尽可为我所用 会来这强大风灵力有何难处 那狂风只一吹 便将一团凤火吹了百里去 而风力到处 凤勾一南为池 亦被这狂风吹出去树里 那团凤火被吹到黄岭处一个所在 沙石就燃起大火 片刻将那山野烧的化了 化为赤红石浆 顺着山风流了下去 所过之处 草木成灰皆成燕海 这时从黄岭诸楚皆窜出身引来 先有人持了静平 便来救火 其他修士 则向元成天这楚奔来 令清禅瞧着诸修顿法手段 知道这些修士最少也是五六小重天境界 心中亦是心惊 黄岭之中 果然大修如云 便是那寻岭之士 亦是不可小瞧了 但正因对手皆是大敌 方能显自家神通 令清禅向前一步 笑道 只管冲着我来 左手掐了禅岩一道 右手则是一柄法剑 那禅岩虽在掌中 却已是天地回应 整座黄岭似乎也在微微战动 已应此禅岩 那法剑好似一道冷月清晖 此剑一出 四周岩力顿消 此刻便是师出凤虎来 喜为能也要大打折扣了 原成天见令清禅出手不凡 心中更是欢喜 暗道 今日正要瞧一瞧清禅手段 第1828章才冒双全本难求 令清禅于凡界创天一宗 于浩天创天一神功 实为一代宗师 此人已见修而入禅道 先禅双修 远在原成天之前 令清禅将手掌摊开 掌中金光碎屑 丝丝缕滑落而出 此金光碎屑似乎清风不惊 被那山风一浮 就纷纷扬扬撒浆开来 也就数席时间 整座黄岭就被金光碎屑笼罩其中 数十名火凤弟子 一个也不曾躲过了 就见那修士被这金光所照 身形顿时一致 好似深入泥闹 不仅顿树大姐 就连动作也缓慢下来 原来这金光碎屑 竟有流石之力 但金光中的修士面色仍是从容 显然并不知道已被令清禅流石大法所照 唯等到令清禅法剑即起 朱修才想起一阵惊呼 原来那法剑在原成天侨来 虽是去世清缓 可在被困于金光碎屑中的火凤弟子侨来 竟是快到不可思议了 裂风与煞月虽亦可动用流石之法 但必须依仗法宝 令清禅却只是用了一道禅言 就将数十名对手困住 最妙的是 那对手自现困境而不自知 唯等到法剑凌身 方之厉害 这可比裂风煞月的流石之术高明许多了 任太真道 此次唯所凶求亲而来 清禅施法 莫伤何气 令清禅笑道 何劳吩咐 就接纳法剑为招数十名弟子打转 却不伤人 只是割去诸多火凤弟子左秀一角 凤十八毕竟是火凤大能弟子 在这令清禅法剑袭来时 已割了树修一袍 凤十八既有准备 莽将左秀一抖 一只池掌的火鸟窜了出来 却不向令清禅奔去 而是围着凤十八大吐焰火 此火好似铜墙铁壁一般 互定了凤十八 且凤火焰力一发 便自成法则 不受流石之术的影响 那为持伞修士则牢牢持定铁伞 不让金光落在身上 那铁伞急转不休 散边亦生出火焰来 阻纳法剑来袭 因此数十名火凤弟子 为凤十八与这未持伞修士 左秀不曾被割去 但就算如此 令清禅见禅二术一出 以世纪经四座 诸多火凤弟子怎敢上前 且诸修乔德分明 若非令清禅手下留情 自己的手及早就被割了去 那秀刨被山峰吹拂 飘荡不定 割这刨秀 怎样也比割去首级困难多了 凤十八道 道有道数虽高 但若想尽此领 请诸十八 又秀在一斗 又飞出火鸟一只 两只火鸟一只互定凤十八 另一只就向令清禅扑去 令清禅道 便在火凤在此 又岂敢小瞧了在下 道有七人太甚 伸手向空中金光一指 那金光化为金锁两条 一左一右 就将来袭的火鸟挡在身前 两条金锁妖娇若龙 就要来服火鸟 火鸟左冲右途 却始终难以摆脱 又哪里能攻向令清禅 任太真见令清禅对上凤十八 他自重身份 也就不肯向凤十八动手 但场上除了凤十八之外 唯有持伞修士可称对手 就向那修士招手来 道 来 来 来 你我且斗法术 以萧贤侠 持伞修士已瞧过任太真 与令清禅的法术 身之二人手段高明 自己除了这把铁伞之外 唯有修得一缕凤火可敌对手 但那凤火修行不易 用得一次就入了一次 今日逞强一战 不知日后要消耗多少时日 才能补回 因此也是犹豫 但任太真既然叫正 身为火凤弟子怎能缩头 只能将左修一斗 放那只虎鸟出来 但那虎鸟与凤十八的相比 却又稍稍小了一些 此修虽必奉十八略训 但奉火之威谁敢轻敌 那火只需沾到一丝 肉身立石化为灰烬 最是厉害不过了 任太真也不敢大意 子罗天地绝又生变化 翻起漫天尘埃 向那虎鸟压去 那无尽尘埃压到虎鸟身上 虎鸟双翼上杀石就落下厚厚一层 此鸟怎堪承受 急忙振翅抖落 但此鸟抖得虽快 却比不上尘埃落下之速 且那尘埃堆到虎鸟身下 却不向地面坠去 因此树袭之间 那虎鸟的身子大半困住尘埃之中 便有浑身解树 也是挣脱不得了 虎鸟被这尘埃压得困苦 只好鸣鸟树生 身子火光四射 便来烧这尘埃 那尘埃被这份火烧来 立石化为石浆赤水 这封火之威 竟强大如斯 尘埃既然化赤水而去 虎鸟挣扎着出了被困之地 再次鼓涌向任太真扑去 只是虎鸟经着翻挣扎 身上光滑去了大半 任太真含笑摇头 指出左掌向下一压 一股狂风自空中压来 就将虎鸟打落大地去了 轰的一声 地面上树林火洗 生出冲天大火 但这大火只窜出树杖 就将狂风压下 扑扑树生 已然尽数熄灭了 原成天剑任太真 以子罗天地绝化五行之力 压住凤火 可是干脆利落 不由得轻轻一击掌 道太真高明 任太真微微一笑 撞雷发剑 太真剑换出两道剑影 再向持伞修士压去 那持伞修士已吃过苦头 怎敢大意 忙师奉转替那铁伞加持 只可惜剑来如山 仍将铁伞斩断树根伞鼓 这法宝眼剑得是不能用了 至于令清禅语奉十八斗法 此时一剑输赢 令清禅手指竖点 或画金锁 或画刀剑 只用这禅颜语奉十八斗法 一来令清禅的禅颜妙用无穷 二来令清禅以桥出凤十八修为 是非自己对手 又何必动用法剑 片刻之后 两根金锁中 一根金锁被虎鸟铺断 另一根则扶住虎鸟右翼 那虎鸟钝飞不得 一向地面落去 又被凤十八急忙收了去 但那金光锁化刀剑 却将凤十八打了个手忙脚乱 就见其左之右拙 眼瞧着是招架不住了 便在这时 领中飞来一位女童 这女童身着轻衣 瞧其面容只有十三四岁大小 身量未足 吕童坐下一只骑兽 正是凤九所用的烟霞兽 那女童道 凤九代传皇师法指 这缘成天 令清禅 任太真上岭 诸弟子不可拦阻 凤十八教道 皇师尚未出关 凤九怎敢脚指 此指为乱法 十八断然不从 吕童审下脸来 教道 十八 皇师入关时早有法指 皇陵大小之事 竟教凤九处置 那凤九之义 就是皇师之义 你竟敢不从 凤十八冷笑道 除非皇师倾下法指 否则十八便是死在此处 也断然不敢放人上岭 吕童气的面色发白 叫道 好好好 我让凤九姐姐与你说话 吕童负气便走 凤十八犹是愤愤难平 这时任太真与令清禅已收了法术 只看凤九如何收拾 且三修皆生好奇之心 都想瞧瞧那凤九是何等人物 是否与所苏伦堪配 这时持散修是劝道 十八 那凤九便是自家主义 也是得了皇师授权 你若是不遵法旨 皇师那里 只怕也饶不过你 凤十八道 皇师偏心凤九 已非一日 如今大敌当前 若容凤九横行 这皇岭早晚被人攻破了 我今日正要击皇师出来 素以肺腑之言 就算皇师见责 十八也是心肝 持散修是荒道 你说出这话来 谁也就不得你了 便在这时 岭中飘来一朵红云 原成天宁神巧去 见这朵红云与众不同 原来火奉弟子皆修红云 那红云因火而生 借风而盾 本是火奉妙法 这红云因是一点凤火修成 故而亦是霸道之极 红云所过之处 草木皆交 因此火奉弟子 在皇岭中出墨时 皆要离领万丈 以防伤了皇岭草木 但面前这朵红云 离地只有数丈罢了 且红云所过之处 草木无碍 由此侨来 修此云者 于凤火未能以示 释放自如 凭此手段 此修已足可与凤五一教了 就见红云之上 立着一位绰约仙子 任太真与令清禅细细瞧去 皆在心中喝了生彩 那仙子生得眉目如画 肌肤圣雪也就罢了 最可喜的是 此女虽是火奉弟子 面上却无一丝利器 眉目流盼 为见温婉 秋屋浅浅 一刚一柔 任太真忍不住 就向元成天传音道 此女若与所凶成就好事 算得上是才子佳人 天作之河了 那令清禅也传音道 世尊 此女修成这世间最霸道的凤火 却能收发由心 其心境之强 足可与凤五比肩 所凶此番书欲 即是难得了 元成天心忠义 替所苏伦欢喜 只是不知那凤九手段如何 凤十八公然抗旨 分明是针对凤九而来 凤九若不能将凤十八压制住了 又如何服众 便在这时 领外来了一名修士 即如烽火搬略了近来 见到凤十八就道 师兄 领外来了一群修士 口口声声要替什么铁三向皇师求卿 此事古怪之极 凤十八也是目瞪口呆 道铁三又是谁 向皇师求卿 求的又是我领中哪位仙子 那修士伸出手来 就向元楚的凤九一点 那凤十八先是一帧 其后目光大亮 便点了点头 元承天知道此讯息传来 凤九可就更加难办了 自己等纪为凤九而来 凤九按理是要避嫌的 又如何行权施法 且看凤九如何处置这个难题 第1829章黄岭亦诺定终身 凤九欲着红云冉冉而来 身后女童则牵着烟霞受寸步不离 二多来到面前 凤九向元承天一守道 九文圣诗于凡界浩天创法传道 普惠苍生 只恨五界相隔 难得一见 今日方位平生 先前女童带凤九传旨 已道出元承天名字 可见此事已惊动火煌 此刻凤九再说出元承来的来历 也就丝毫不齐 元承天道 区区小事 何足称道 凤九又转向令清禅与任太真道 两位神职回返仙庭 便得欲屈 想来他日必可重归神位 教化天下 凤九仅以为贺 令清禅与任太真皆速荣道 只判成仙子吉言 凤九转向凤十八道 十八 向前我托人传旨 你应何不从 凤十八昂然道 十八不得皇师法旨 绝不容闲杂人等善入皇领 凤九正色道 今日前来拜领者 皆是五件名士 昔日神职 十八修行千年 莫非认不出他三人身份 就算如此 元圣师先前已声明有要事面见皇师 十八执意阻绝外事 欲令皇师闭目赛听 就不怕误了大事 凤十八道 不见皇师法旨 十八绝不通容 此话已有色力内忍之意了 凤九孝道 十八莫非是皇领主事之人 还请亮出皇师大印 已正式听 若是不然 十八此举 只怕便是于全了 凤十八一时雨色 片刻又冷笑道 是了 那任太真先前要替人求清 莫非也是为了铁三 原来这些人皆是为你凤九而来 凤九 你私教外人 乱我皇陵法度 又该当何罪 凤九道 凤九便有十恶不赦之罪 自有皇师处置 只怕还能不着十八说话 此话虽利 面色愈合 那凤十八搬出道理千条 却被凤九术语化解 竟被逼得无路可退了 原成天见凤九此风严厉 却又义正此言 可见其胸中才学 心中更是欢喜 凤十八被凤九步步相逼 几乎无路可走 有得不心中一热 大叫道 凤九 你仗着皇师偏心于你 处处最微作福 别人拒你 我可不拒你 今日你说破大天去 我也不容外人入领 凤九面色斗变 举步向前 立声道 十八 你莫非在说皇师处事不公 用人不当 凤十八此话说出口时 心中已知不妙 这话若是与同伴私下理说来 老也无妨 可如今公然说出来 岂不是犯了七师灭祖之罪 也怪自己一时义愤 又脑便凤九不过 竟是口不择言了 次周火凤 朱弟子听凤十八说出这话来 其皆变色 心中皆暗道 这下十八只怕糟糕 凤十八心中虽毁 但说已出口 便是覆水难收 何况又怎能在凤九面前示弱 便将脖颈一昂 一事无悔 凤九转向持散修士 寒生道 我奉山皇陵法规千条 凡我伙奉弟子 皆呆牢记在心 便请你向十八明示 那必杀十规第六条又是什么 持散修士面色早就下得铁青了 见被凤九问道 心中更是慌忙 忙道 我奉山皇陵 法度森严 守记十条 为者必诛 那第六条便是 便是弟子不可直言 施过 便欲劝谏 也须手输调成 成于当月主侍者托传 绝不可当众妄言 凤九 十八 这个 他不时不知如何相劝 心中焦急若焚 凤九一对妙目却发芒 逼是这凤十八道 必杀时归第一条 你可听清了 凤十八道 是 那声音已然低沉了下去 他知道今日闯了大祸 凤九必不相饶 便是十分强项 面临着生死大劫 也是心中茫然 怎还有底气与凤九争辩 凤九从怀中缓缓取出一方锦盒来 此合一出 四周火凤弟子败倒 原成天等人不问便知 那锦盒之中 必定是火皇大应了 凤十八瞧着凤九手中锦盒 哪里还敢有半思为傲 也慌忙败了下来 凤九缓缓道 凤我皇领弟子 此见应如剑皇师 凤十八今日出言不逊 直言失过 当受其罚 凤十八这时方知道害怕了 只是知道刚才深深得罪了凤九 凤九并失言法 又何必求恳 只好咬着牙道 弟子自知犯了大错 愿受责罚 凤九道 凤十八 我命你于皇阁之下 思过求罚 若是不从 并诸当场 此言一出 凤十八的叫了一声 十散修士更是喜出望外 忙一拦凤十八衣袖 凤十八这才会议 急忙到 十八皆止 原来那伙皇心肠罪辞 但有弟子犯罪 只需烧家求恳 那伙皇便会相饶 便是言辞利色 也是不肯相家了 因此皇领主是之人 若行法度 往往不肯让那受罚之人 有面见皇师之机 否则罚了也是白饶 那皇阁是火皇进修之地 如今凤九让凤十八 于皇阁思过求罚 其实便是就他凤十八的性命了 凤十八此番算是 从死到生走了一遭 就算是铁打的心肠 至此也是不敢应诱了 心中对凤九的满腔怨恨 杀石化为感激 凤十八冲着那锦和拜了三拜 这才立起身来 又怎有脸去瞧凤九 便低着头 缓缓地去了 元成天三修建凤九 处事端地是干净利落 却又宽缓合宜 更难得是的 虽掌生杀之权 却不肯私弃功用 借此案报私仇 这胸襟气度 世间大多数男子也是不急了 凤九转向元成天 含笑道 是才因一些家事 让圣师见笑了 皇师凤五出关在即 还请圣师与两位神职与皇阁相后 元成天正要举步入岭 只见岭外一阵喧哗 正是那所苏伦领着许多修士 前来皇岭求卿了 若论那岭外诸修 真是鱼龙混杂 端可算得上是贤杂人等 按理自该聚之岭外 若是不从 就该大起驱逐才是 但岭上弟子刚才听得明白 这岭外修士的带队之人 正是凤九已九字凤转苦寻不得的铁三 如今这铁三绿重来皇岭求卿 端看凤九如何处置此事了 凤九向岭外一瞧 闭一眼就瞧见了索苏伦 索苏伦一对目光 早就千里之外就锁定了凤九 此刻二人对望 着实滋味无穷 就见那索苏伦身边修士 刹那间安静下来 只因此情此景毫不有趣 若是还再任性喧哗 岂不是大煞风景了 凤九心中端得是一喜一撑 他先前以九字凤转来寻铁三 说来也是一时情动 此刻自有三分悔意 只不过是悔是悔了 真要从头来过 只怕人会照行不悟 人海茫茫 有情人只有一个 只因那匆匆一无 凤九一颗芳心 便牢牢拴在索苏伦身上 若错失了此人 那才是终身之悔 所谓三分悔意 也是因此举着时梦浪了些 若铁三不肯接纳 自己岂不是一笑天下了 因此今日诈闻铁三绿众求清 凤九心中怎能不喜 不过那铁三也是多事 竟领着这许多人来 当着诸修之面 又让凤九情何以堪 故而心中焉能不撑 正是这一喜一撑之情 就惹得凤九面上桃花大饭 修不可异 可身为皇陵主事 又哪里能避得开 心中就叫苦道 铁郎铁郎 你害得我好苦 索苏伦越重而出 目光仍牢牢盯着凤九 一字字道 窥借窥神索苏伦 化名铁三 知因心目凤九 不远万里而来 只盼火皇神君成全 弱得欲成 摩羯亿万摩羞 皆赶神君大德 今日这数千道有 便是个见证 我索苏伦他日 若有对不起凤九之处 天诛地孽 绝不敢避 凤九见他说话郑重之极 方兴徒徒乱跳 那欢喜好似凤火上涌 只将他身子也烧化了 由不得产生道 原来你就是 魔戒魁神索苏伦 今日之言 字字当真 索苏伦道 若是半字虚言 凤九 你便喷来一口凤火 当场将我焚化了 凤九轻轻叹息一声 那泪水形缓缓流江下来 只可惜当着众人之面 又怎可肆意 只能将一对妙目 向索苏伦瞧了一瞧 瞧得越多 那泪水就流得越快了 另外修士大多皆是苦修之事 又有几人之风月二四 就有修士见凤九流泪 大为不解 其道 这等好事 怎的还会流泪 糟糕 莫非是凤九反悔 我等可是白来了 身边就有人指点他道 你懂得什么 那女子本是水座的身子 本就是动辄流泪的 悲伤时也是流泪 欢喜时也是泪流 向来是没个准头的 那修士诚心求教高明 道既是没个准头 又该如何分辨 那人问他问出这难题来 不由骚了骚头 又不肯认输 便道既然没个准头 自然分辨不得 总而言之一句话 我等清修之事 还是离那女子远些的好 这就叫惹不起 躲得过 前辈血泪教训 那是须得牢记的 这时奉九道 双修大事 非同儿戏 奉九身为皇师弟子 此时当由皇师做主 领外诸修 还请勿入此领 以免乱我皇陵法度 所苏伦转向领外诸修道 诸位道友 不请在此等我消息 若那神君开恩 云我所请 所谋定当相告 他日诸位若是去魔界有力 只需说我名字 定然万事周全 诸修轰然大笑道 魁神好胆略 好气魄 我等在此静候佳音 第1830张战和两端石南定 奉九纵是胸襟不俗 可瞧见索苏伦这般公然是爱 也是经受不得 欲念红一阵白一阵 恨不得就这皇陵中 就生出一个无尽洞穴来 在里面待了千百年才好 奈何他身为皇陵主事 还需引员成天等人入领 便将那目光狠狠地 弯了索苏伦一眼 只是这七分称怒之中 自然带着三分欢喜 只怕领外朱修乔得呆了 就有修是道 虽则说女子心 还抵真 等闲招惹不得 可若是能被这样的女子 用这样的目光瞧来 便是舍了百年修行 也是不枉了 可怜凤九在众修欢笑之下 却还要充耳不闻 引员成天朱修入领 直到员成天朱修去得远了 领外仍是小声不绝 不过领上火凤弟子 却严守凤九法旨 不敢让朱修入领半步 朱修岛也乖绝 知道此处非等弦之地 此刻有热闹好瞧 并不见得火皇就会遇成此事 一旦火皇翻脸 这大喜之事变成邪海深仇 岛也即是可能的 这时袁成天等人已被引进皇阁之中 那皇阁见在皇岭封顶 从外面瞧来 那皇阁金香玉器 壮观华美之极 整座皇岭 好似火焰生腾 只是屋脊上的镇宅之寿 却非龙生九子 而是九条真龙亲自镇守 其中赫然有青龙之行 仅此一相 便知火皇于仙庭之中地位超然 真龙一族于火凤固然或清或疏 但火皇性情温厚 最能得人 因此皇阁建成 便将青龙也请了过来 阁上的九条真龙或怒目必逆 或坐龙吟之状 或盘急而上 或探爪飞舞 其雕工之精 世间觉无 等到进入皇阁之中 原成天便觉得周身一静 顿然望俗 皇阁之内灯光辉煌 原来挂着万盏宫灯 而透光瞧去 怎能见得一丝灰尘 以火皇神通 此个自然是无臣之地 万邪不入的 原成天与索苏伦一前一后 正要步入皇阁 哪知德中有两道弘光照来 正照定身后的索苏伦 索苏伦被这弘光浮体 脚步顿时一停 其后又被逼得连退三步 原成天以神是一探 便知端倪了 原来德中大梁上 奔坐着一只池掌的骑兽 这骑兽壮若骊猫 目放弘光 就照定了索苏伦了 凤九变色道 皇阁之中严禁沙伐 万邪不入 定是铁狼一身摩席 引得这只征受鸿光阻禄 凤九先前不知索苏伦是魔戒魁神 此刻便是知道了 又怎会往心里去 世间男女若是友情 又怎会计较对方来立身份 唯有那庸俗男女 才会计较对方才是地位罢了 但如今索苏伦这位魔戒魁神身份 只怕却成了一项极大的阻碍了 杀是紫征兽这一关 便即可能过不去 说来这紫征兽来历甚齐 原是与朱燕同生同长 那朱燕一出便是刀兵四起 见者皆要应结 但世间之事便是相生相克 那朱燕出没之处 常有紫征兽现身 此兽若出 便可化解诸多杀伐结束 是为天地瑞兽之一 其后因朱燕被杀 那紫征兽一世再不曾现世 不想却被火皇收留于此 但正因为紫征兽是天地瑞兽 心中最恨杀伐 索苏伦修制化魔境界 本可掩去魔习 但其来此黄岭 原是抱有一分厮杀之心 他心中明白 自己与凤九的双修之事必有阻碍 早就想了明白 一旦火皇不允 自己只好强行带走凤九 哪知心中计生杀星 就被紫征兽所组 难以入阁了 索苏伦退了三步之后 就已是身在阁外了 那紫征兽也是指示祖他入阁罢了 既在阁外便再不理会 将脑袋埋在壁弯里 便假媚起来 原成天心中暗道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紫征兽祭守皇阁 自然是与火皇一起相投 看来火皇温厚厌杀 并不仅仅是传闻而已了 但如今有这紫征兽祖路 索苏伦不得入阁事小 若那火皇知道索苏伦不见容于紫征兽 又怎会同意这门亲事 便将紫征兽的来历暗暗传于索苏伦 索苏伦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道 若用无相魔诀 固然可期过这紫征兽了 但岂非显得心意不成 是了 凤九为火皇弟子 便是心中有我 亦是割舍不下火皇千年传授之恩 我若强行带他离去 岂不是令他左右为难 他当初昭告天下 要来皇岭求亲 原是凭着胸中一点豪气 不肯让凤九难堪 其实他当时被凤九之情 也只是欢喜而已 此刻与凤九再度相见 皇岭上四目相投 情描暗拙 方知这段情缘是天造地设 若赴凤九 天地难容 魁神的三分柔长 就此全在凤九身上 既然倾心爱惜凤九 那么便不该让凤九有一丝为难 此为男子的担当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想到此处 杀心遁袭 当下一步跨去 便踏进皇阁 那只征寿果然仍在酣睡 不来理他了 左苏伦轻轻输了一口气 只征寿这一关算是过了 凤九见索苏伦安然入阁 心中知喜 无以复加 向索苏伦微微一点头 心中道 铁郎 你那杀心因我而生 又因我而起 我是知道的 索苏伦一微笑是意 好似知道了凤九的心思 心中想到 自此之后 我行事再不过肆意而为 总要事实周全 断然不会让你为难 男女一旦倾心相怒 对方一举一动 竟在眼中 又哪须说个一言半语 彼此的心思 自然心照不宣 世间奇妙之事 莫过于此了 原成天这才再来乔治皇阁 只见大殿之中 只置一张皇椅 其上并无真龙火凤加持 可见此殿为火黄发 何施令之处 便是火凤 亦难插足 再想到此殿 有只征寿镇守 以火凤万丈杀星 怎能入得此殿 看来火凤与火黄之间 关系极是微妙了 二大神君虽是情意甚堵 但行事之际 必然无赦 便对凤九道 此殿想来火凤不曾来过了 凤九鸣嘴一笑道 只怕他过不了 只征寿那一关 原成天本担心火黄温厚 总被火凤压制 求亲之事 必然有重重障碍 如今瞧来 那火黄亦是可以做主的 只是平时不肯与火凤计较罢了 想那世间男子 岂不是亦是如此 但若遇到真正紧要之事 若仍是唯唯诺诺 不肯做主 那才是真正的懦弱不堪 大殿中既是亦是之所 自然不变九代 凤九引珠修桥过一回 便将原成天四人 引到殿后一间小阁中 此格为火黄 平时思见弟子之处 阁中为涉井敦数个 除此别无一物 原成天等人就在这井敦上坐了 凤九道 黄师虽已入关 必知圣师大驾光临 还请圣师稍后片刻 原成天笑道 在此相后不妨 当下诸修入定 也不说话 只不过人人皆是新朝起伏 怎有片刻安息 此来黄岭 本是要大战一场 就算破那火黄亲自动手 也是在所不辞 但如今却因所苏仑与凤九之事 情形顿生变化 原成天便生出 说服火黄之意来 而一路行来 原成天系家探查 一只火黄并非全然受火凤遥控 或有通融之处 但火黄与火凤必尽一体 此事究竟如何发展 是战事和 着实难料 战又如何战 何又如何和 原成天平生棘手之事 也莫故于此了 就在诸修于黄阁境后 火黄大驾之时 吴石望海深处已起波澜 诸雀先行一步 此刻已到了吴石望海深处 此处离黄岭或有千万里之遥 但已吴石望海之广之阔 也只是尺寸之巨罢了 诸雀向前望去 只见原处海水一进无波 与他处不同 便知已经来到石寿家池之地 再往前行 已是毫无意义 只因便是朱雀神通 亦难突破石寿限制 就算行上十年 也不过原地踏不罢了 朱雀来到此处 便是要阻火凤虚势 以免坏了原成天的大事 本来就算凤山黄岭相聚遥遥 以火凤神通 那虚势也是随生随至的 朱雀怎能阻住 但无论火凤虚势如何强大 若想过这石寿家池之地 亦须耗上一时半颗功夫 因此朱雀选在此处拦截 最是何事不过 若是离得稍远些 那火凤虚势一旦离了石寿家池之地 就会移踪而逝了 朱雀先前因来赶路 便献出本相遁形 那朱雀的本相 自然就是庞大无几的一只九首朱雀了 就算朱雀并未完全恢复昔日神通 那双翼一扇 便是十万里 若论遁速 唯有原成天的灵虚步法 可以相提并论 朱雀此刻收了法相 用手向海中一指 那海水之中立石波浪翻涌 一条几长的白鱼 一只极大的铁被巨蟹化开水面 来到朱雀脚下 白鱼开口道 不知朱雀神君光降 我无十旺海水寿未及相迎 但请恕罪 朱雀道 如今这无十旺时便是你两位掌管 白鱼道 无十旺海水域极广 我二修怎能管得过来 那无十旺时与先庭一般 分为二十八域 便有二十名大能水寿掌管 朱雀道 这也就罢了 我来此处 要与火凤那剑壁厮杀 只怕殃及了海中生灵 徒惹杀孽 这才唤出你二修 速将此玉水寿迁往他处 到时动其手来 也免得玉石聚焚 此言一出 白鱼巨蟹皆是失色 大海之中风波顿起 第1831章画道为周类为池 白鱼金黄不已 道 神君 怎地无是兴风波 那玉中水族无数 哪里迁得及 朱雀冷笑道 此时我可不管 如何行事 你二修自家商议 大白鱼无奈 只好对巨蟹道 如今该如何是好 巨蟹道 我等在此掌管水族 神君天来生事 神君争各而是 欺我水中无大能吗 朱雀听道此言 不由得怒气冲冲 刻道 好大的胆子 便是世尊在此 又怎敢面斥于我 莫以为火奉夺了我神位 便欺我朱雀无能 巨蟹一时不惧 道 后世生灵禀太一神火而生 敬你据你也就罢了 在下一时混沌之灵 便是晚生 也晚不得你几日 岂不是与你同辈 奉劝神君好自为之 莫要在此处撒也 朱雀怒急 大喝一声 那海水被朱雀灵压所击 历史无风起浪 时有千尺之高 原来那朱雀所修神功与众不同 七情六欲皆增微能 他人皆要斩雀三师 方成大道 朱雀七情六欲晚在 一修成道果 宿灭真所修七情功法 与朱雀神功相比 只是小数斑了 巨蟹猿炎仗着年姿极高 又有火奉撑腰 且朱雀又失了神位 损了修为 当年受他压制也就罢了 今日正要一输多年怨戏 见朱雀动怒 便陈风破烂而来 伸出两只铁熬 就向朱雀拦腰捡来 朱雀暗道 自我回到仙庭 不曾一战 仙庭朱雀只当我沉沦无用 此战不显威风 又怎能服众 那巨蟹以原本法相来敌 本具十分威能 朱雀存心惩计 只以这人形化身来战 当下左秀挥去 在一只巨傲上一伏 只听啪的一声 那巨傲便生出尺掌的裂纹来 巨蟹这才知朱雀厉害 慌忙将另一只巨傲收回 那只朱雀那一幅之中暗藏玄机 一丝太一神火被打进巨蟹体内 这火虽只是一丝 却无法可阻 就在巨蟹体内烧僵起来 一条红线沿着熬族迅速上窜 眼瞧着此熬通红一片 那神火便要窜进巨蟹体内了 巨蟹一时心慌 纵有壮士断腕之心 也来不及施展了 幸好身边白鱼将巨为猛然一扫 那熬族本被烧得半熟了 遂被白鱼打落 白鱼暗涌前流 就将巨蟹送出百丈去 盲又拦在朱雀面前 道 神君 那巨蟹年岁高大 已是休得糊涂了 还盼神君瞧我面子 莫伤他性命 朱雀冷笑道 此来再来求情 却是太迟 犯我朱雀 必朱无赦 忽听那巨蟹全身抱竹般声响 剩下的七只熬族被断了四根 原来白鱼虽炸熬即时 奈何那太一神火窜得快 早就窜进巨蟹体内 此刻神火在巨熬体内蔓延 哪里能驱除得近 白鱼见此情景 知道巨蟹此番亦无兴礼 可怜千万年修成 今日要被太一神火烧得胜驱尽碎了 神火既在巨蟹体内蔓延 巨蟹四周海水溢被煮得废了 积其水汽无数 若论这太一神火 果然便是天下第一神火了 此火虽只是八玉之能 还殉了凤火一玉 但凤火总被太一神火所克 原籍神火既不出世 那天下第一神火的威名 火凤怎样也夺不去了 也就片刻之间 巨蟹八族阶段 身躯碎裂 就像那海中沉了下去 白鱼见巨蟹与自己一般神通 却转瞬间落了各身焚混沌的下场 由不得生出吐死湖碑之心 只在那水中速速发抖罢了 朱雀见朱了巨蟹 便向白鱼喝道 敢为我朱雀伐指者 便是这般下场 你不速去驱散此玉水族 若是不然 莫怪我朱雀无情 白鱼怎敢多言 急忙功倍而退 片刻之后 海中水花四起 此玉中的无数水族 竞速迁往前方的石兽加持之地了 这也算是白鱼机灵 须知水族逃得再快 也不过逃出数万里罢了 而一旦朱雀与火凤斗起法来 这片海域中百万里之境 竟成火域 海中水族 又怎能逃得及 唯有逃尽时受加持之欲 方可能免过此劫 朱雀见水族惊慌似逃 心中也是不免 他虽具烈火之性 不让火凤 但又偏生出十分慈悲 见到水族逃离千万年七夕之地 形状狼狈 自然意识叹息 不由滴下一滴泪来 他将手向海中一指 那海中就生出一座小岛来 朱雀落足岛上 对海中水族道 今日因我之故 令你等弃家而逃 在下心中意识不忍 经留此岛在此 他日定可滋养万物 你等子孙 接受此岛之会 海中水族只忙着逃命 哪里知道朱雀此举尽是一则万事 其后五界崩塌 此岛不沉 那岛上有火山一座 最可滋养万物 炼气之宝 岛上生仙池一座 成朱雀滴泪所化 此池之水 历千万年不干 仅此一山一池 便不知给后世留下多少好处来 千万年之后 这小岛化成千座岛屿 烟霞掩映 妙景无穷 名为银舟 为后世仙家聚集之地 三日之后 此欲但凡略至灵慧者 皆逃住时受加持之欲 便是些寻常水族 为其灵慧之辈 见到诸多水族逃窜 不知其中奥妙 但也依着本能 跟随自家老祖随亲而去了 这日朱雀盘坐小岛之下 忽听无量玉山方向隐隐传来 惊雷之声 知道原成天身份已谢 两大使尊分魂皆 知道原成天回返先停了 朱雀叹道 天罗尊者也就罢了 阿神驼怎能饶了他 看来此战之后 还得再去一趟无量玉山 总要想法替成天之眼了 实在不行 只好拿画机 那天罗尊者 也好让尊者替原成天出头 心中正字盘算 忽见前方海浪翻涌 红云笼罩 那海水就如同被煮沸了一般 鼓鼓声波 声腾烟霞无数 朱雀恨道 这剑壁便是行路 也要浩浩荡荡 生怕世人不知 那海域被这剑壁行径 不知要伤损多少生灵 说时迟 那时快 一道红光就从石兽加持之欲闪电斑率来 也亏得有这石兽加持之欲 拖慢了火凤虚势的速度 否则一席之间 那道虚势便去了千万里 又怎能拦阻得住 朱雀也不洗身 也不施法 甚至连目光也不曾瞧向海中红云 那红云眨眼间就出了石兽加持之欲 就在红云掠出石兽加持之欲的刹那间 海上忽现红绳万条 那红绳交织成网 就将红云困在其中 说来那丝绳之城之网虽是疏落有格 但红云却难以脱困而出 原来那网阁之中皆生一缕太一神火 红云中的火凤虚势 自然无法破网而出 红云只一闪 就闪到朱雀身边 从红云之中飞出一只火凤来 与火凤真身并无二致 这道虚势乃是火凤亲自施法顿出 与寻常火凤加持不同 其修为或由火凤本体一成 顿速之快 宛如灵台神士 怎能小事了 火凤虚势脱口叫道 朱雀 你应何阻我 朱雀道 便是要阻你 看你能奈我何 火凤虚势大怒 叫道 今日定不肯与你干修 那火凤张口就喷来凤火 虽知此火伤不得朱雀 也是要一吐为快了 朱雀冷笑一声 道 见必便有通天手段 在我面前指示白饶 将袍袖指一服 这屡凤虎如何能静得深 那火就钻进袍袖之中 反来注意朱雀修位了 火凤也是情急 否则怎会以凤虎来喷朱雀 此火烧得天下人 偏偏烧不得朱雀 此刻火凤省下心来 暗道 我只有虚势一道 怎是他的对手 若被他收了这虚势 岂不损我本体修为 幸好我却行得快 不敢再来斗法 急忙将身子向那海水中扎去 那海面上有天王阻路 那时万万行不通了 唯有这借水盾之术 方能逃过此恶 朱雀动作再快 也拦不住火凤虚势 索性也不去拦阻 火凤虚势入海之中 那海水沾着变成废水 幸好此欲生灵早就迁了去 否则不知药伤损多少 火凤虚势刚刚入水 一面飞来疫情 正是朱雀化虚势来阻 原来火凤这道虚势太快 朱雀虽比这虚势强得太多 盾速上总是不及 唯有异化虚势来阻 方能在盾速上斗个平手 火凤虚势便叫道 你也是虚势罢了 我怎能拒你 知道凤火无用 便探爪去抓朱雀虚势 那凤爪去得极快 朱雀虽也是一道虚势 仍是避不过 打下虚雨无数 那虚雨落在海中 缝雾变着 这海底深处 就燃起熊熊大火来 那火凤能与朱雀抗衡千万年 并非无应 朱雀的太一神火 虽是凤火的克星 但火凤强在顿速无双 朱雀几次射服 都被火凤逃了去 且火凤又有火黄为助 朱雀也是奈何不得 如今两大虚势之争 火凤天生灵敏之性 便稳稳占了上风 这道朱雀已被伤到了 好在朱雀本体就在左近 那朱雀虚势将身一晃 历时恢复如初 双翼猛然一动 海水中就献出那只天罗葫芦来 这葫芦向火凤虚势微微一轻 就要收去这道虚势 火凤虚势大叫道 糟糕 那葫芦的厉害 火凤怎能不知 这虚势急忙振翅便逃 哪知那海水变得沉重无比 压在两翼之上 便有千月之力 火凤猛力一扇 便伤了左翼了 这时葫芦已然飞来 虎口生出极强的犀利 火凤虚势怎能经受得住 便向那葫芦飘去 第1832章 心里后冰沉三世 火凤怎肯甘心就此受服 急急张口 便向那葫芦喷出一口凤火 朱雀固然不惧此火 那法宝却难说了 就见那葫芦被凤火烧灼 立宪持光万道 照得这海底如同白昼一般 同时那葫芦由赤转青 再转雪白 片刻之后 生生将一只赤葫芦 烧成白玉葫芦 朱雀哈哈大笑道 剑壁 我这法宝一直尚未大成 今日见你一口凤火 终于功得圆满 你就受死吧 这时那口凤火油在葫芦上燃烧 其实不曾减弱了半分 但这法宝既真大化 便被凤火烧来 怎有丝毫变化 葫芦中就冲出一口白光 将那凤火一卷 杀石卷进葫芦之中 火凤虚势案较不妙 这葫芦被凤火一烧 果然威能大增 他一时心中胆怯 急忙转身就逃 但海水汹涌而来 又让他如何展示 葫芦在空中缓缓转动 葫芦口已对准了火凤虚势 火凤虚势案叫道 我若被他收了去 岂不是斗增朱雀神通 罢了 只好损了这份修为 想到此处 那道火凤虚势轰的一声 就散成万道金光 刹那间虚势散碎 又化成万点星火 将那海水煮的白气蒸腾 朱雀见此也是叹息 他先前虽将此欲生灵大多迁走 但已无时望海之广 海中生灵仍是不少 如今火凤虚势碎散 此火如何能灭得了 也不知枉死了多少生灵 在桥那海底 其火焰愈发猛烈 此一之后 那海中不知生出多少火山来 火凤虽然自碎虚势 朱雀怕他再来 便将自家虚收了 仍守在小岛上 非等到原成天皇岭之行结束 朱雀断然不肯离开了 就在朱雀与火凤大战之时 黄阁中一间禁事之中 正与凤虎相对而作的火 恍惚地睁开双目 叹道 风儿此番可是来不了了 凤虎惊道 如此大事 师尊怎能不来 火凤道朱雀已恢复神通 想二人愁身四海 那朱雀又与原成天亲后 此番大事 又怎能不来 如今那朱雀就在 吾石望海深处 设下朱雀天罗 立祖凤儿 可怜凤儿一道虚势 就此碎散了 凤虎默然不语 火凤火皇虽是性情不同 但毕竟情义深厚 闻之火凤散了一道虚势 心中怎能不痛 想了想才道 黄师 虽然师尊来不得此处 有黄师主持 也应万物一师 火皇为难之极 对凤武道 凤武 你也该知道 那凤儿与原成天 一世世不两立 又是霹雳般的脾气 心中只想着打杀 我若依着他的主意 就该将今日来兵一并打杀了 但原成天元 是为父约而来 无论是圣是父 本座断然不可出手 否则岂不是以大欺小 趁人之为 图惹天下人孝 凤武道 黄师之言及时有理 便要诛杀他 也需等他离了黄岭再说 但请师尊放心 凤武定然竭尽全力 与他周旋到底 若有幸将他诛杀了 也算是皆大欢喜 火皇点头道 你若能杀掉了他 固然最佳 凤武 努力了 凤武便向火皇跪幅 已是接受了火皇法指 火皇点了点头 双目缓缓闭上 一道红光散出 将二人笼罩其中 等到红光消散时 二修身影已然消失在 静世之中 而与此同时 黄阁大殿后的 小阁之中 忽然献出两道身影来 原成天凝目瞧去 只见火皇与凤武已在世中 原成天已知火皇 神通早就达到 不可思议的境界 也就是那静从天境界 为世尊专属 火皇难以修成 但境界虽有限制 修为却无止境 先庭能与火皇一教者 或是屈指可恕了 见到火皇现身 原成天却是不慌不忙 抬起手来 缓缓一一道 神君 你我又见面了 所苏伦等三修一来施礼 只因火皇在先庭 并无直思 只能以面见前辈 大能之礼相迎了 火皇一一一还礼 火皇含笑道 凡界一无 虽是匆匆 当日情景 晚在眼前 打之原道有以来 我皇领为兵 道有之能 端得是精才绝艳了 原成天道 在下侥幸地返先庭 使蒙天地厚恩 火皇摇头道 你一举一动 皆为天地所记 庄庄渐渐 可请逆天 便是如此 仍能返回先庭 可见道有之才 天地昔日 虽也算但你不薄 但你自达今仙境界 其后便是逆天了 原成天待火皇一赞 也只是唯唯一笑罢了 顿了顿 原成天 神君谬赞 成天时不敢当 今日登领 原是为三见事而来 若蒙成全 感激不尽 火皇虽知原成天来意 仍是点了点头 存心要观原成天说辞 便道 道有执管书来 原成天道 百日前在下与凤吾有约 此番登领 便是为赴约而来 因此要借皇领之快 在宝地 与凤吾一较高下 火皇孝道 道有凤吾皆是一代英才 此战必定辉映千古 本座乐观其成 却不知道有第二见事又是如何 原成天道 前者刀神 见神二成失踪了许多契修大事 仙庭纷纷传言 是被神君请上皇领 世间传言原不足性 但既来宝贵 又有缘与神君一无 不免要问个明白 这话虽是说得极客气了 但其实事实如何 双方皆是心知肚明 此话便按有指责之意了 端看火皇如何回答 火皇道 实不相瞒 二成所师修事 尽在皇领 只因我皇领乃 祈修向往之地 祈修之事身在此处 岂不是更能一展才学 而世间祈修之事虽多 若无一计之才 也无缘来此 轻轻一句 就将此事真相演过了 原成天此刻若与火皇翻脸 理由虽是充足 却未免有些不至了 因此听闻此言 仍然只是一笑 只是这笑容之中 究竟含了多少计讽之意 端看火皇如何领会了 原成天又道 神君既如此说 在下怎能不放心 朱修既在皇领练戏 一展才学 倒也算是他们的造化了 只是巧妇难为五米不吹 先前又答应了凤五道友 此番上领 袭来混沌残宝千剑 以公诸修师为 还请神君笑纳 火皇先前指路为马 替那强掳其修之事百般直掩 或因心中有愧 面色已稍渐清冷 如今见原成天说出这话来 自然喜笑颜开 心中暗存道 凤儿 凤儿 你闯下的祸事 总要我替你直掩 幸好这原成天是小事的 否则逼问下去 我又该如何回答 这时原成天取出物藏一剑 至于火皇之前 火皇向凤五点了点头 凤五便起身收了物藏 而原成天既交出混沌残宝来 隔中气氛顿剑松缓 火皇与凤五面上 皆是笑意盈盈 而对原成天来说 此次交纳残宝 不过是一侧罢了 火皇无论是否能窥中其中玄机 只是让那火皇稍加松懈 自己一行人就可居中取势了 那残宝元是向二成修士借来的 到时是必还要是想办法归还的 火皇道 道有第三件事 又是什么 出道这里 忍不住就向索苏伦瞧了一眼 那凤九却已是休不可一了 原成天见词不由心中暗笑 索苏伦律众求卿 已闹得天下皆知 火皇怎能不知 而以火皇心境 却也忍不住去瞧索苏伦 可见凤九在这火皇之中 分量着实沉重了 所谓观心则乱 便是火皇道心如铁 此时既关乎凤九终身 火皇怎能不慎 原成天道 这第三件事 还是正主而亲自说出来才是 这时格中诸修的目光 齐齐瞧向了索苏伦 人人目中皆有笑意 但无形之中 也带来如山压力 就看索苏伦如何表现 方能劝服火皇 接纳这位皇领家序 但就是在这众人侧目之下 索苏伦神色仍是从容 就像此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一般 他先立起身来 向火皇深深一一 火皇虽是含笑 却不还礼 只等他说话 而原成天等人见到火皇笑容见浓 心里也明白了八九 看来火皇对索苏伦的观感 怎样也不算恶了 此事说不定就有成功之望 说来以索苏伦才貌 这时间修士又有几人可比 就算他魔界魁神的身份有些妨碍 可先停与魔修向无冲突 因此也无矛盾可言 更何况以火凤一宗向来的行事手段 只怕比魔修更加令人胆寒 见那索苏伦要开口说话 凤九哪里还能坐得住 就见他左顾右盼 如坐针毡 只恨在火皇面前 不敢施了礼仪 但这德中气氛 却又为妙之极 让凤九竟生出逃之夭夭的念头来 索苏伦朗声道 在下索苏伦 本是魔界魁神 此来皇岭 不为别事 只因我心中唯有凤九一人 只盼生生逝世 与他相伴相处 此情此心 天地可见 悟请神君欲成 诸修指道以索苏伦之才 必是婉转已达 哪知他开门见山 不是半点虚词 但正因索苏伦毫不掩饰 直书凶义 方能更见其成了 凤九听到这话 已然是吃了 火皇也想不到索苏伦如此坦白 先前想到的应对之词 竟不知如何说起了 他本也是痴情之人 怎能不解索苏伦心中之意 忍不住便想到个好字 但凤九毕竟是火凤弟子 自己怎能轻易映成 正在心中百般私存 呼听格外鼓声响了三响 其鼓声甚急 其后一道声音一字字摇摇传来 风宗迅特来拜山 第1833章黄岭处处风烟起 风宗迅这三字传于格中诸修耳中 诸修心情自是大不相同 但诸修皆是大能之事 便遇着天大的事端 也是不喜不悲 只从面色上瞧来 哪里能瞧出端倪 原成天暗道 宗迅此来 实际的是恰到好处 以宗迅之能 并可分火皇之事 今日大事可成 火皇却是暗暗皱眉 封宗迅来意 火皇如何不知 那封宗迅本就是欲人神职 已然不可小事 如今又奉九渊大帝所脱脱 压伏九渊魔龙 其地位脊椎青龙 时已与诸位混沌创世大能平起 真要论起资历来 便是自家于火凤 亦要训上封宗迅三分了 而封宗迅既来先停 便利斗勾尘 打得那勾尘无处藏身 只能来皇岭脱壁火凤门下 自己受火凤之托 也无要保那勾尘周全的 那封宗迅早来也好 晚来也罢 偏偏选在此时上门 可不是让人头大如斗 虽有不速之客来访 火凤仍是聪容 向索苏伦道 我皇领子弟 皆在火凤名下 本座一难做主 所道有与凤九双修之事 还容在意 门外既有人拜山 请容本座稍后再来相陪 书罢此言 便立起身来 出了小格 火凤的回答 本在众人意料之中 那凤九毕竟是火凤大能弟子 火凤如何敢轻许他人 而对索苏伦来说 此番律众求轻 不过是为凭天下滔滔重义 以为凤九之心 双修之事 又何必急在一时 那凤九便趁火皇旗起身时 妙目向索苏伦转来 索苏伦义是忍不住唯唯一笑 这格中虽皆是先庭大能之事 但在二人心中 那时间却只有彼此罢了 凤五便道 原道有 皇师待客 抽身不得 你我既已相见 何不早见旧约 只是那斗法之地 还请道有事下 原成天道 刻随主便 凤五兄只管吩咐 凤五陈吟道 皇陵乃皇师清修之地 诸弟子安居之所 时不容有丝毫损伤 出了此岭 就是无尽海域 你我便以这天地海域为战场 不知原道有意下如何 原成天道 正甘如此 二人既说道此处 便双双利起 这时令清禅对任太真道 封神之本是你我故旧 今来皇陵 怎能不见 奈何原道有凤五之争 况是难逢 我等又甘如何是好 任太真孝道 不如我等先去见了宗迅 再去那九天云端之上 已观这场爵士好杀如何 令清禅笑道 好便是好 就怕皇陵之中 生出两处战场 却让你我如何顾得过来 二人说着话 也立了起来 索苏伦却安坐不动 目光只瞧着凤九 索苏伦既不动 凤九自然也不动 片刻后令清禅与任太真双双出屋 这屋中只余下索苏伦与凤九了 二人四目相对 也不知过了多久 凤九忽然叹道 铁狼律重负皇领求清 终勉于天下滔滔物意 使凤九勉为天下笑柄 凤九感激不尽 索苏伦道 凤九 所谋此来 得是要求那火皇 云已随我出领 从此笑纳凤凤凰与飞 逍遥天地间 与日月同辉 凤九道 铁狼 你等来意 我如何不知 与凤五立下百日之约 不过是为安我皇师之心 诸位便可从容不至 以破凤师大计 令任二位观战是假 救人是真 片刻之后 我皇领又何止是两处战场 说到这里 神色欺然 索苏伦不由莫然 原成天之策原师阳谋 又怎能瞒过火皇凤九 但此事恰与求卿之事 混在一处 也难怪凤九误会 那凤九知道自己存心欺瞒 要借求卿之事 掩去此行本意 这误会却非三言两语 可以解释地明白了 索苏伦莫然两久 从袖中取出赤玉齿来 缓缓道 索某之心 为天地可表 奈何诸事壮到一处 又怎能分说明白 此宝乃我历界魁神经邪所宁 实为魔魁阵界之宝 近日便以此宝为聘 亦可略明所谋本心 凤九瞧着那玉齿 又瞧着了索苏伦 半赏无语 只因他心中明白 若收了这玉齿 此身便非黄领所有 从此之后 无论发生何事 都要与索苏伦生死向随 但黄领之战迫在眉睫 自己身为火凤弟子 又怎能袖手 这情景着实难杀了凤九 他轻声道 你可肯为了我 就此袖手 原圣诗语令任二人 就算闹得天翻地覆 你也不管 索苏伦轻轻一叹 道 你我知是小 五界知是大 凤九 我若为了你 便系五界苍生 语于不顾 试问你心中 又怎能有我 凤九双眉紧咒 牢牢地盯住了索苏伦 索苏伦目光意识不动 只管让他瞧来 就见那凤九面上 唯唯露出一丝笑容来 凤九缓缓道 难而知之当横行 莫论世间风雨月 若是那不知天时 为之儿女情长之辈 凤九虽不才 意识不屑 铁狼 今日凤九为报皇师厚恩 并要立足铁狼成事 意盼铁狼竭力师为 莫赴袁圣诗 慈怀天下之德 此战之后 凤九若侥幸不死 那欲齿便留下罢 出罢此言 心中忧喜交集 时不知是怎样滋味了 索苏伦此刻心中 可谓既精且喜 他长身力气 便向凤九深深一一 道 索苏伦今日的凤九成全 生生世世永不相望 凤九亦立起身来 难难地道 生生世世 永不相望 一连念了数遍 便见有荡气回肠之意了 索苏伦瞧着凤九 竟也是似有些吃了 忽见凤九面目一变 洗朱唇 发号齿 断生力喝道 铁狼看刀 随着华光一闪 一柄碧玉刀 就向索苏伦披念斩来 此刀之才才自无量玉山 经凤火催炼百年 德火皇亲自加持 披山山崩塌 斩水水倒流 但见壁光起 大修也难逃 正是凤九本命法宝壁黄刀 大壁黄刀带起一片滑光 顿时将索苏伦照在其中 滑光浮体 好似万颜着身 只怕不等刀身集体 那眼力也可将索苏伦化为飞灰了 索苏伦笑道 来得好 无相魔宫施展开来 便有千水万虎袭来 只当他是清风浮体 手中轻魔剑便出 向那壁黄刀一格 不等刀剑交病 凤九早收了刀绝 将身移送便来到黄阁之外 试问这黄阁狭小 怎便斗法厮杀 少有不慎 若是毁了这黄阁 又如何向火黄交代 索苏伦笑道 此番你去哪里 我便去哪里 身子一出了黄阁 二人一纵一追 已在黄岭上空了 空中洽来了一对寻领修士 见索苏伦与凤九四在厮杀 急忙也住了脚 那索苏伦律众求亲 岭上何人不知 却又怎的厮杀起来 莫非凤九是嫌索苏伦聘礼不足 心中恼怒 今日是要多讨些彩礼钱 正在猜疑不定 只见凤九忽然转身 将那壁黄刀再次劈去 那刀直奔着索苏伦的头颈劈去 小那刀光如电 竟是要取索苏伦的性命了 朱修暗叫道 不好 这可是真正厮杀了 那讨财力钱怎是这般讨法 朱修其声叫道 凤九 因何厮杀 可要我等相助 不等凤九说话 索苏伦道 我要抢抢凤九下山 天哪凤九不肯 这是我家私事 你等莫要插手 这话不说也就罢了 这是说将出来 朱修如何不老 凤九才貌出众 黄岭上下不知 引得多少人仰慕 但因凤九受伙 黄清慕 在黄岭地位超然 那黄岭弟子自存绝 难被凤九瞧上 也只好隐忍罢了 如今也不知 从哪里冒来一位 魔戒魁神 竟引得凤九轻心爱慕 黄岭弟子自是瞧在眼中 恨在心里了 如今既然索苏伦 与凤九情变 不趁此时诛了索苏伦 以绝后患 更待何时 朱修发一声喊 各计法宝兵器 便向索苏伦涌来 凤九剑索苏伦 无事惹风波 也不由暗暗着脑 其实索苏伦 此一只紧要处 就在令清禅与任太真身上 自己多招惹些对手 也可减轻二人身上压力 剑诸修法宝旗帜 索苏伦不慌不忙 抬手以轻魔剑架 铸壁黄刀 袖中赤玉池已出 这赤玉池被凤火烧过之后 其指已变 已是极紧极重的一件魔宝 因此那巡领 弟子诸修法宝 但遇着这玉池 历时被激荡而开 那才之掠训者 便是碎裂无疑了 必修士瞧见这赤玉池 历时教道 原来此修便是 与凤五斗法的那位 诸位不可小事了 那修士从怀中取出 一物远远直去 那物是其壮如灵 又生两亿 好似一只火鸟 此火鸟亦飞冲天 口中鸣就不已 沙时黄岭上下接吻 凤九见此 亦是暗暗着急 那修士动用这锦凤铃 召唤黄岭诸修 要围困索苏伦 这可如何是好 若只是他与索苏伦斗法 心中自可拿捏 怎样也不会令索苏伦损伤了 但若是诸修其至 一个猝不及防 令索苏伦有个三长两短 此身又托付与谁 奈何锦凤铃祭出 行事急转直下 已非自己可以做主了 而当着诸修之面 自己若是刻意容情 并能被他人瞧出 这又该如何是好 锦凤铃铃声大作之下 就从黄岭诸楚略来数十名身影 而与此同时 黄岭之外 则传来轰然喝彩之声 原来凤五语原成天之战 也已在海上进行 黄岭之意 就此徐徐拉开帷幕了 第1834章此千摇来恨南诗 火皇到来领前 只见空中云端中立着一人 正是当年旧事 雷部紫薇正欲封宗迅 封宗迅执掌雷部之时 或因双方性情相投 交情亦不算俗 此刻隔世重逢 千言万语时不知从何书喜 而观今日之封宗迅 又怎是昔日可比 就见一团紫云绕定封宗迅全身 两道立幕如刀似箭 暗运杀鸡 火皇见了 也是暗暗吃惊 封宗迅见火皇前来 一手便道 神君 多年不见 风采依旧 想起五亮玉山相见之时 犹在昨日 火皇道 自本作备进皇岭 便不得与封兄相见了 闻之封兄转世历节 奉九渊大帝之妖 压制九渊魔龙 种种书欲令人艳羡不已 今日来此 并有所叫了 风宗迅孝道 神君又何必明知故问 难不成那沟臣不曾来来 不曾被神君收留 想来以神君大德 必然不肯欺我 原来风宗迅虽之沟臣 投靠火凤火皇 却因从不曾来过皇岭 只能暂时忍耐 四方打探皇岭方位 皇岭虽是天下之名 却因隐在无十望海之中 其方位知之甚少 原成天若飞的窥陵台 以神事便游先庭 亦难这么快寻到皇岭 只是皇岭一寻 若来皇岭要人 却是天下之难之事 风宗迅绝非莽撞之人 又怎会尽职便来皇岭要人 幸好所苏伦与凤武之战惊动先庭 原成天若凤武百日之约传遍天下 风宗迅探听的时 心中便有了主意 如今原成天若所苏伦寄来皇岭 这时姬怎能错过 风宗迅遂历时起身赶赴皇岭 一来替原成天助战 二来亦可趁机夺回玉区 这时姬导也算得恰到好处 火皇见风宗迅言辞逼人 心中意为生怒意 便道 勾尘是穷来头 本作焉能不见死不救 风兄 还请听我一句 那神职之谓 总要听后世尊安排 又怎能思相争夺 风兄欺凌当权神职 其罪不小 风宗迅眉头一皱 道 当初世尊倾下法旨 欲人神职历劫回到先庭 必要名正其位 重回玉区 勾尘抗旨不尊 以犯天条 以神君大的 莫非亦要诸恶为虐 火皇不由得一声叹息 此事是非屈指 他怎能不知 奈何勾尘早就像火凤头那 此刻若将沟尘交出 又如何向火凤交代 他心中暗道 凤儿 凤儿 自于你竭里以来 事实总要让我为难 你那争强好胜之心 何时可惜 他摇了摇头道 风兄 若让我交出沟尘 除非是曾倾下法旨 便是青龙亲自来 我也是这句话了 风宗迅双目一宁 身上紫光大线 就听到空中天雷滚滚 以作硬核 那雷不正欲的威风 又岂是其他神职可比的 火皇见封宗迅威势由盛当年 心中暗道 此番宗迅历劫回来 国与往日不同 封宗迅道 神君既不念旧情 那就莫怪宗迅无礼了 宗迅不敢与神君斗法 只想闯一闯着黄岭 寻那沟沉出来 还盼神君莫要拦阻 这番话虽有必战之意 其实便是一纸战书 但此话大流于地 火皇或战或不战 皆可从容 也免得撕破脸皮 说到这里 风宗迅足踏紫云 便向黄岭前行 火皇怎容他闯进黄岭 便道 风兄流步 有话好说 手中便起了一道凤传 一道宏光就向风宗迅撒来 这道凤传并无杀伐之意 本意是要要打散风宗迅脚下紫云 令风宗迅顿不得风 欲不得云 就此知难而退 风宗迅孝道 神君何必客气 一手起一道紫光 就向那凤传迎去 风宗迅既是九道魔龙元魂 修为与日俱增 便不用法宝 那你子为神光也是随手可用 足可与火皇一教 而此番斗法 其要旨在斗而不破 既要闯进黄岭 寻道勾尘 又不能与火皇公然翻脸 只因风宗迅心中明白 若要牵制火凤 非火皇不可 若将火皇逼到绝境 令其恼羞成怒 公然与原成天作对 则绝非明智之举 因此风宗迅这道逆子为神光 只因而凤传 而不曾有半点扫向火皇 其良苦用心可知 那火皇虽强 但凤传中不能与逆子为神光 这种大能法术相比 两道光芒一处 空中红光绝无 只剩下紫光灿灿 将那天地照的一片皆子 风宗迅与火皇斗法 却难住了黄岭外数千修士 只因黄岭之外 无十望海之上 原成天已与凤五大斗法术 此战早就惊动天下 又怎能错过 但如今风宗迅又和火皇动起手来 那火皇又是何人 先庭诸多大能 无论怎样竖来 火皇皆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场斗法 更是不可错过了 诸多修士恨不得分出两个身来 也好一场不漏 果然就有那级机灵的修士 干脆分出虚是一场 本体便是去关海上之战 虚是就来瞧火皇神职之争 就在风宗迅与火皇动手之前 原成天与凤五之战早就展开 凤五身之此番对手 着实强过锁苏伦了 那所苏伦已令他疲于奔命 今日逢着圆成天 圣机更是渺茫 但那凤五的性情 便是欲强则强 平生怎肯服人 今日之战 或是名阳天下 或是身败名裂 那是绝不容有一丝疏忽的 因此他上来便将凤凰生死千取出 口中道 此保生死利盼 原道有务必小心 口中说着 就将那生死千向空中一记 只听竹筒一阵乱摇 统中四千壮个不休 寄遇着圆成天这等大能 寻常手段何必用出 非得生死千这等异能法宝 方能对其造成威胁 凤五上来便用此宝 亦可知其对圆成天着实忌惮了 圆成天早从所苏伦那里的之生死千一事 此刻抬头一瞧 不由孝道 生死由天定 岂可认才夺 火凤至此发宝 可谓逆天夺权 不等那四千摇定 手中早抹定生死二绝 此绝一出 统中便有两根竹签定住不摇 原来火凤至此死伤经斜断五千 便是夺天之权 其实大半是借助了生死两字无界真言 奈何这生死二字从不曾在世间流传 火凤焉能修成 也是火凤大能略亏天机 尽靠自身灵慧 误出这二字奥义来 若遇他人也就罢了 此番遇着圆成天 却是遇到克星 圆成天所修生死二字真言 虽然位置大成 却比火凤所悟强得多了 统中竹签遇到圆成天二字真言 好似逆子欲严父 哪里能逃出统来 竟被两道法绝压得死死 商断二字本是源于生死真言 故而不出 凤五见圆成天这般手段 心中怎能不惊 这生死千人人闻之变色 不想在圆成天面前 竟是儿戏一般 好在商断二字虽被压制 其他三千人可摇动自如 就见一根至千跳出竹筒 空中立线一字 乃是一个邪字 此字一出 便有一道黑光字而降 将圆成天照在其中 这个邪千及天地的邪气 专可迷神乱性 寻常修事若欲此修 早就心神大乱 又怎有一战之力 原成天瞧着那黑光照来 只把头摇 道这邪戏如何能尽我 将身子围围一摇 青龙法相已出 那青龙本是柄混沌至清之气生成 是为天下至清至正之物 诸邪如何能够尽身 就见青龙法相将龙爪一摆 原成天身边黑光顿散 凤武这件强横法宝 就此宣告无用了 凤武按教道 原成天果然厉害 我只道他就算再强 也只是比索苏伦强出一筹罢了 哪里那索苏伦与他一比 竟是盈盈之火与日月争辉 此人玄成神通深不可测 便是皇师清灵 只怕也未必能讨到好去 生死千既然无用 其他法宝只怕也是图号心力罢了 凤武思来想去 为火凤所赐第三件宝物 或可一用 除此之外 便是火皇新兽的三字凤传 亦可一探原成天根底 想到此处 盲收了生死千 左手按掐凤传一道 大鹤道 原道有在是此传 此传一出 原成天方原百丈顿成火海 原来那凤传便是一个火字 凤火本就天下无双 再以这火字加持 好似烈火烹油 其事怎可抵挡 原成天对凤火虽有诸种手段可用 却担心万一收束不得 便伤了那海中生灵 土惹杀涅 因此先将身子移送冲天 就离了火海 但那团大火 却与往日不同 竟如影随形 仅随原成天而来 不过如此一来 反倒震合了原成天的心意 此火竟然远离海面 也就不必自已再施手段 护住了水中生灵了 那大火虽在原成天身侧熊熊燃烧 原成天又怎会在意 手中先掐了神火爵来驱此火 那凤火虽强 也经不住神火爵的威能 果然被驱除原成天身侧 因此这大火再厉害 也伤不得原成天半根毫毛 凤武见此 唯唯点头 若那原成天无忌应对凤火之能 又怎敢来皇陵挑衅 这凤火烧不得原成天 本也是意料之中 但那凤火虽被驱而不散 仍是为定原成天左右 此情此景 正好可用那剑法宝 凤武毫不犹豫 秀中飞出一物 便向原成天闪电般略去 第1835章天地万法亦魂元 那法宝出了凤武袍秀 便以极快的速度以一化石 以十化百 乃至千千万万 刹那之间 空中就献出千万只雀雨来 就见那千万只雀雨 与色各异 各放光滑 原来是火凤有名法宝 名叫百鸟朝凤 原来那火凤修成大道之后 便自认为是百鸟之主 要与朱雀争锋 遂令先亭千秦万雀 其来朝贺 先亭诸多灵秦者与火凤大能 只能齐聚凤山 拜火凤为主 那火凤生怕千秦万雀已去 又重归朱雀作下 便令千秦万雀 各那灵雨一根 以作要写 火凤便将这千秦万雀之语炼成法宝 视为百鸟朝凤 以祭此盛会 这法宝一出 但凡当日与会者 必化虚实一道 来朝火凤 故而此宝 唯能及千秦万雀之能为一体 无以伦比 就见那千万根零与呼化本形 或为雕鹰 或为雀鸟 一时兼先亭万勤 静静急于此了 原成天见那无数灵情虚 是铺天盖地而来 亦是一惊 这百鸟朝凤是先亭有名法宝 原成天如何不知 若破此宝 非得诸雀神善不可 但那神善原是为应对火皇而戒 怎可庆用 一旦火皇得知此善就在原成天手中 又怎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若那火皇有所防备 以火皇大能 必有手段应对了 就在原成天一错恶间 千万零情齐齐穿越四周火海 刹那间就化成无数火鸟 向原成天逼了过来 来凤山朝拜火凤之事 离今日已是千万年之久 当初那虚灵情便是灵慧及鱼顿者 此刻也定然是大能灵情了 如今那千万灵情各出一道虚事 别说其来攻杀 便是这灵压之强 亦令元成天不堪承受了 且没指灵情虚事皆化为虎鸟 又解了凤虎一点威能 正所谓聚沙成塔 极易成球 这百鸟嘲讽之威能时不可用言语来形容了 元成天身在万情虚事威压之下 岂苦可知 其实就算是这诸多灵情本体齐聚来攻 元成天反倒未必放在心上 他早就修成精情妙术 只需将此决一发 任他千万灵情 必然皆是六神无主 又怎堪一战 然而如今却是灵情虚事攻来 精情绝变有用处 也是效能极为了 黄岭下观战朱修瞧见那千万只虎鸟骑袭 元成天 一时间鸦雀无声 人人在那里胆战心惊 生怕元成天无策应对 落了各化为飞灰的下场 而在黄岭上斗法的火黄与风宗迅 也不约而同 其其以灵事来探着海中战场 毕竟海中斗法的二人 皆与自己唇齿相连 此处胜负一分 必定牵动各处战场 若那元成天不幸落败 凤宗迅等人士气受此大错 又怎敢言胜 唯有索苏伦却不曾有丝毫分心 只因他面前的对手已达三十余人 且火凤坐下怎有虚事 更何况这三十余人中 还有两三名火凤大能弟子 索苏伦杀时便陷入苦战之 又怎有鱼霞分心他故 刚才索苏伦取赤玉池打落诸多法宝 可谓大战上风 本来只需系起轻魔剑去 朱修手中无宝 定然要被索苏伦斩杀不少 但他手中的轻魔剑 却被凤九臂黄刀压住 又怎能抽出手来 凤九虽对索苏伦死心塌地 可此女性情意是直傲之极 既然说定要竭力一战 且凤九亦要借此战意 亏索苏伦修为 又怎会有半点容情 那轻魔剑与避凤刀相抵 恰恰斗了个平手 就在那玉池大显神通之时 黄岭朱修纷纷杀至面前 其中有两名弟子各施一宝 要救朱修于困境之中 其中一名弟子便寄起一座铁塔 来震赤玉池 另一名弟子手中荧光闪闪 正是劫不虚宝银丝天罗 那铁塔与赤玉池在空中一处 就传来惊天动地一声巨响 玉池本来比不过金铁之宝 可索苏伦这根玉池起是俗宝 两宝相处 就将那铁塔打得滑光暗淡 沉沉落下领去 便在此时 那银丝天罗已然落下 这法宝果然力无虚发 反将这将赤玉池都尽网中 凤九瞧见索苏伦法宝被制 心中自是忧喜交集 此刻索苏伦视为大敌 对手强力法宝被收了去 自该欢喜 但索苏伦却非他人 而是今生归宿 生生世世的情郎 情郎受挫 自然又是心生忧虑 他口中道 十七弟好手段 索苏伦呼的一笑道 你家十七弟虽好 可惜总不如我 此话只说了一半 身影早就消失空空 唯有语音不绝 在空中回荡 老也是忽而在左 忽而在右 一时之间 谁能判定索苏伦身在何方 凤九鹤道 此修擅长藏身特影 诸位需要小心 便在这时 那封十七大和一声 手中多出一柄法剑 就向身后刺去 只听吃的一声 那法剑变已中的 场中就传来一声惨呼 凤九芳心乱跳 哪里敢睁眼去瞧 但转念想来 索苏伦刚才手段无穷 自己只是勉强与他斗个平手 只怕他还是存心相让 且所苏伦之轨迹多端 自己一曾剑是一二 又怎可能轻易被凤十七所伤 这时耳中听到凤十七叫道 二十弟 怎的却是你 凤九急忙睁眼来瞧 只见那凤十七所赐法剑 正伤在凤二十的手臂上了 凤二十面色羞愧之极 本来以他修为 若与凤十七斗法 每个三五天斗不出输赢来 哪知刚才浑浑噩噩 不由自主向前 竟被凤十七所伤 此事大伤颜面 情何以堪 他大叫道 是索苏伦捣鬼 持着手中铁塔 奈何却便寻索苏伦不着 这铁塔刚才虽被索苏伦遇打落 好在凤二十及时失觉收塔 细悄悄此宝 只是被打去塔岩一角 倒也仍堪大用 或许就是刚才分心减宝 才被索苏伦所称 被他来了各一行幻影 受了凤十七一剑 这时场中人人自为 不知那索苏伦会向何人下手 索苏伦的无相魔诀便是凤五也未必能巧破 何况诸修 凤九道 诸位目要轻举妄动 待我施法逼他现身 书到此处 就将发尖金钦取下 那金钦在空中一化 就生出一道凤火来 此火明亮之极 好似烈日高悬 场中诸楚 皆被照得先毫毕露 而在凤火照耀之下 空中灵气变化 亦能巧得分明 五行灵气在此凤火之下 各自违犯光芒 此时若有人在场中乱窜 就算瞧不见其身影 但必定带动灵气 因此只需瞧见灵气异常变化 便知所苏伦所在了 此树名叫凤照万里 乃是凤火九大运用之一 知恨此树难修 黄岭之中为凤九等少数一二人 修得出神入化罢了 朱修见凤九师出此树来 心中皆道 难怪黄师偏爱他 这样难的法术 偏偏唯有他与十一郎修得大成 就连凤五 在此树上也弱于他了 不想那金钦刚刚放出强光 空中传来一声大笑 随着这笑声 空中献出水池一座 那金钦被煤在水池之中 刹那光芒全无 正是索苏伦画出铁连魔池 将这金钦掩去了光滑 凤九气得堕足 忽觉井边被吹了一口暖气 索苏伦的声音传来 凤九 欲要拿下我 此处修饰恨少 速速集结大众 来与我厮杀 凤九被索苏伦这一口气 吹得身子酥麻了半边 奈何晴朗语中之意 却又令他休闹不已 便喝道 今日定要拿你 果然取出锦凤铃来 在手中一摇 刚才只是寻常弟子 以锦凤铃召来弟子 已有三十人之多 凤九手中锦凤铃与众不同 此铃摇来 满座黄铃弟子必定来源 火黄于岭上听到这铃声 心中暗道 今日黄铃之上 竟是处处战场了 想来以酒而修为 集诸弟子之众 定能维持 我只需祖助宗训 等那凤五成功 定可大获全胜 心中打定主意 就像海面上桥去 此时百鸟嘲讽 已然尽数施展威能 那虎鸟将海天敬眼 圆成天的身形 几乎都瞧不见了 好在借那丝丝缕缕的缝隙 仍能瞧见圆成天动作 那圆成天瞧了 瞧四周虎鸟 只是伸出左手来 轻轻画了一个圆 此圆正是无解真言圆自觉 此字真言乃混沌密寿 便是当年世尊玄成包罗万有 知怕也为之奇祥 因此自开天辟地之来 这是圆自真言首宪天下 此觉既成 天地为之失色 只应天地万法 皆在这一魂缘之中 若那混沌为父母 天地便是子女 这混沌妙诀 又怎是天地万法可比 此缘不大不小 只有丈二短长 恰好将缘成天照在其中 但此缘无坚可摧 万法不破 那虎鸟壮将上去 只是轰的一声 燃起漫天大火 可缘中的缘成天 却是毫法无损 那虎鸟不知生死 不知厉害 只管壮将过去 但无论是千知万知 又怎能破此魂缘 而随着虎鸟成群壮去 那凤五面色已变 其身上所散光滑 也是无形安然矣 原来百鸟嘲凤最损修是灵世真玄 那虎鸟壮去一只 便损凤五一丝灵世 若是此宝能令缘成天 有所损伤也就罢了 如今那缘成天 失出这万法不破的缘字诀来 凤五此举又有何意 便是火皇瞧见这缘字真言 也是大惊失色 心中叫道 若此魂缘能持续多时 岂不是连我也不是 缘成天的对手 自缘成天上灵以来 火皇一直安之若素 只因便有天大的尸体 只需自己真正出手思维 绝无差池 如今见原成天 失出这令天地失色的缘字真言 火皇第一次感到 内心深处传来的一丝恐惧 第1836章生化魔龙玉神君 这时凤五心中 亦存了和火皇一样的心思 若原成天这字真言可随心而发 今日皇岭之意 绝对讨不得好去 便在这时 那魂缘之中 原成天左手翻转 看似随手而为 却是强大法诀 紫罗天地诀 此诀一出 自然是天翻地覆 那本来离地千丈的无边海水 刹那间悬在头顶 这无尽海水就倾泻而下 千万只虎鸟静在这大水之中了 本来已凤火之强 就算是身在水底之中 那火焰仍可熊熊燃烧 然而紫罗天地诀 并非海天轻浮而已 其中法则早生变化 天地法则一变 凤虎如何能维持 就见那无数虎鸟尽数被灭去焰火 无尽海水之中在无鸟却身影 只有一根根淋雨漂浮其中 按理说这是紫罗天地诀 将把鸟朝凤化解的干净 足以令人动容 但凤无与火皇却是同时输了口气 看来那原自真言虽强 原成天却不能久持 否则又何必积极施展 紫罗天地诀灭去凤火 紫罗天地诀虽是有名道术 却不及那原自真言 给火皇凤武带来的震撼 因此见到原成天即施他术 以待原自真言 火皇与凤武也就去了心中最大的恐惧 果然 就在紫罗天地诀灭去凤火之时 原成天身周那的魂元便消失不见了 虽去了心中最大担忧 凤武此刻的处境仍是 违级万分 如今海天倾覆 法则有变 自己又是消耗甚聚 以原成天之才 岂不能瞧不出 看来弓手之势必将逆转了 好各凤武 却是不慌不忙 手中早掐了火皇新手的另一字凤传 此传左双火又一凤 中间乃是一个原字 此传之妙 就在于能及时补充真玄灵士 无论那修事消耗怎样 此转一出 必然是元气完足 心中莫颂 手指翻转 那凤转已成 只见无数符文在凤武四周盘旋 就引那五行灵气化为真玄 就如滔滔海水 灌进凤武体内 而先根之处 亦受这凤转影响 就生出丝丝屡屡无上真元 以补凤武灵士所缺 然而不等这凤转完全运转 元成天反击已至 亦跟神枪凌空而来 枪是如龙 名为灭法 此枪绝之要指 就在于压制五行妙术 就见那枪痴痴之声大 作 将四周灵气卷去一空 元自凤转虽好 却成了无缘之水 无目之灵 看来元成天果然 瞧出凤武消耗甚多 以这灭法神枪 一来压制灵气 二来顺势展开攻击 凤武暗暗咬牙 看来这首饰一成 再想搬转回来 只怕是极其不易了 却唯由谨守自身 以待时机 他汲取本命法宝龙凤枪来敌 那枪出秀之时 斗长三十丈 就于世尊神枪在空中一处 只听轰的一声 两枪相击之力 就挡开了头顶的无尽海水 但龙凤枪毕竟还是弱了 神枪压住龙凤枪 一寸寸压向凤武 凤武此时 双臂承受之力 足有千月 若是元气丸族之时 尚可支援 此刻珍玄灵世皆好 又哪里能撑得住 凤武无可奈何 只能将身一摇 踏成三十丈法身 凤武所修法身 原就以法力强横而著称 只见那法身左手持枪 右手就向神枪一拍 啪得一声 将此枪及开三丈 总算解了凤武立法之困 火皇瞧见凤武已动用法身 心中稍稍一缓 凤武法身强横 无论如何也可支撑片刻 看来自己需的掠施手段 令封宗训知难而退了 唯有逼去封宗训 再替凤武掠阵 或可振折圆成天 以解今日之为 火皇转向封宗训道 封兄 还是请回吧 大秀一福 再寄红光一道 但此光微能 却比刚才增加了三成 已足以翻山倒海 封宗训虽是魔龙 毕竟未夺欲区 难不成还逼不退他 封宗训唯唯一笑道 不见勾尘 宗训是不回海 同时也是顾忌重师 将紫光来迎 但这道紫光里火皇已尽 其中蕴藏着的逆紫威之能 别人探不出来 火皇怎能不知 火皇笑道 别人怕你逆紫威神光 本作何惧 竟然向前一步 迎着那紫光变形 竟有一是逆紫威神光之意 封宗训逆紫威神光 想振天下 谁人不惧 无论是怎样境界 得欲此光 必定将近散玄 便是青龙两大士尊 只怕也要聚上三分了 封宗训暗道 难不成火皇 竟有破解之术 既见火皇不退 封宗训只好狠了狠心 将紫光向火皇身上一扫 那火皇在紫光照耀之下 全身皆发金光碎屑 霹雳有声 好似整个身子都将碎裂了一般 四周修士见这情景 接替那火皇按捏了一把冷汗 那火皇明明有无数手段 可逼紫光 难不成活得不耐烦了 想借封宗训之首了此残生 更有人浮想连天 觉得火皇与火凤 上一个便是千年 重逢无望 碎生了气势之星 旧见那火皇在金光碎屑之中已化原形 乃是金光四射的一只大鸟 瞧其情况 反倒愈发精神 其身上金光也愈发明亮起来 初始火皇被紫光所照 境界的确降一层 然而那金光碎屑一去 反倒是脱胎换骨 这时再瞧其修为 反倒是略增一筹了 封宗训暗叫道 不好 我毕竟斗法阅历不足 尽忠了火皇的道了 火皇皆修涅盘之术 欲死重生 反增法力 我这逆紫微神光 岂不是助他脱胎换骨了 就见火皇在紫光之中大笑道 封兄 我只当见你逆紫微神光 或能修成二十五重境界 突破静重天 可惜仍差一线 好在这你紫微神光的确不俗 静重天虽难突破 也恢复了近日损耗 封宗训道 小小谢礼 何足挂齿 心中虽是略感后悔 导也不慌 身子只一晃 已然化成魔龙身躯 那魔龙身长百丈 飞云绕身 天地便因这魔龙现身 猛然就是一案 领外诸修又有几人有缘的 见真龙之身 见封宗训化身魔龙 皆是大呼小叫 纷纷退地百里 那对真龙的敬畏 原是不由人的 便在这时 原楚原成天鹤道 宗训 好天一别 甚是匆匆 有一件物事 今日务必要物归原主了 就见一只玉姐 遥遥向封宗训抛来 封宗训暗道 莫非是两道魔龙元魂 心中甚喜 就将龙爪探去 来抓那玉姐 火皇笑道 战场之中 怎能思相传地 让本座瞧瞧是怎样物事 那火皇的身躯 并不见得就比魔龙小了 但那黄爪探来 却如闪电如惊雷 其速之快 不可以言语形容 封宗训虽出爪在先 却怎比得上火皇之素 他心中道 此物不可令火皇夺了去 奋力将龙爪一探 虽比不过黄爪之素 却可及及中流 横断黄爪 一族火皇夺宝 火皇笑道 何必小气 那黄爪唯唯一颤 生出万道金光来 龙爪虽强 被这金光所阻 也只好顿了一顿 火皇便趁这机会 将那玉姐一把握住了 火皇既夺词统 不由得哈哈大笑道 原圣师 你道数虽妙 可惜计划不周 有本作在此 喜荣你私相传地 再瞧原成天与风宗训 皆是黑然无语 火皇心中得意 黄是向那玉姐探去 却不由一惊 原来那玉姐之中空空如也 哪里又有什么物事 火皇略略一想 不由失笑 原来原成天 却失了个声东及西之际 玉姐为影 那真正要传递的物事 想来早就传给风宗训了 此时风宗训道 神君 非是在下小气 是因这物事乃是魔龙两道元魂 神君取之无用 何不成全了在下 大风宗训 既得魔龙两道元魂 身边黑气更浓 在乔纳魔龙灵界 于灰黑之中 又翻两道奇光 这两道奇光 瞬间在龙身上转了一圈 其后就隐没不见 魔龙之躯就此涨了两丈 火皇见魔龙元气完足 威势赫赫 心中道 不好 今日若不能施展平生手段 只怕反被宗训压制了 本作此生 从无一败 这心力却是开不得的 当下抖擞精神 要与魔龙见各输赢 原成天见风宗训化身魔龙 以令火皇引为大敌 心中既叹又喜 两道魔龙元魂出赴 风宗训未必就是火皇对手 但足以阻读火皇 却是不言而喻了 自己与凤武之战 已是稳操胜券 但凤武道心如铁 法力滔天 若想将凤武一举击溃 也非一时之功 好在就算这两处战场难以生出重大变化 只需拖住了凤武火皇 令刃所三人就可施展手段 今日黄岭之意 最关键所在 就看令刃所三人怎样失位了 这时令清禅与任太真二人已来到黄岭后山 只因令清禅以禅事探去 那后山修是众多 灵媳多变 但其灵媳却与火凤弟子不同 显然一众弃修之事 皆被关押于这后山之中 那黄岭即是广阔 自领前而去后山 亦是千里之遥 其的是这千里之行 却无几人阻路 二修横行无阻 杀时就来到后山一处山谷中了 任太真道 所兄虽替我等引去许多火凤弟子 但这后山紧要去处 怎能无备 令清禅笑道 何必管他 真到了紧要去处 还怕他无人来阻 二修朝那山谷上一座孤峰一落 正要细探究竟 忽听得铁链声哗哗作响 一人沉声道 后山重地 怎可擅闯 二修寻生瞧去 皆是一期 第1837章两修真功不肯后 黄岭后山风景清幽之极 有两排山栏并立 中间形成一道万刃深谷 那山谷中云浓雾后 怎能瞧见谷底 就见那山谷中间 凌空用四条铁链锁着一人 那铁链并不曾兵进山石中去 而是于空中线出四道帐宽的污流 四根铁链便插入污流之中 趋之这山石虽间 又怎能所往先修之事 故而铁链直直插进污流 分明是借着戒狱之力定住铁链了 那被四根铁链锁住四肢之人 身上衣袍尽朽 若显密布 身上更是灵犀绝无 若非他开口说话 此人身子与山色融入一处 等闲也是瞧不见的 令清缠向这此人瞧了瞧 亚然道 原来是你 任太真意道 我指望到有早就混沌深宵 不想仍再先停 二修香是失色 皆是大皱眉头 原来此修原是火凤大弟子 只因其修成道果之后 要盼出凤山 另立门户 便被火凤火皇联手压制 先停诸修 只当此人必死无疑 哪知却被困在此处 此修原叫凤一 既有叛逃之举 就此被火凤得名 又因此修姓原 便得了个魂名 叫做原判 当初原判于火凤之事 可是闹得天下皆知 此事为先停之乱前发生的事 原判道 清禅 太真 别来无恙 怎的却在我皇陵惹是生非 令清禅道 你当初既叛火凤 如何不死 你只需开口 我便替你去了这铁链 放你一条生路便是 原判笑道 这九天寒所虽强 却怎能困得住我 我若想离开此处 早就走了 何用你来管 只因我欠皇师一份人情 答应他守住这山谷罢了 今日你二人前来 正应结束 我若将你二人拿下 也算是害了皇师一份人情 任太真道 道有 火凤对你如此 你还要替他效力不成 原判笑道 此事一言难尽 你二人若有黄印文照便罢 若无皇师旨意 正好就成全了我 书到这里 将身子一针 身上红光大圣 那四根链滑滑作响 已被绷得极致了 然而那铁链上呼起寒光似道 向原判万上足上窜去 那寒气非同小可 与原判身上红光一处 就将红光压了下去 令清禅笑道 原判 这九天寒所非同小可 专刻凤火 只怕你挣脱不得 原判大笑道 心禅 你何苦小瞧我 我当初所修到树 早就还给火凤了 只不过还残存少许罢了 只因这九天寒所清朗 若无凤火再生 只怕也熬不过 出到这里 身上便闪出青光一道 这青光笼罩全身 原判神情利变 刚才还是死气沉沉 如行尸走肉一般 此刻神光焕发 身上抬痕进去 只听啪的一声 那铁链就断了一根 原判一只右手就挣脱出来 令清禅向任太真瞧了一眼 道 太真 我便在此挡住此修 你可速入山谷 救出竹庸子一干修事 任太真道 需用几时 令清禅用禅是向那原判身上一扫 道 此修虽尽弃火凤所学 但这千万年来 想必已令创新法 只不过因这寒所压制修为 此人功力难付 既如此 便许我伴炷香的时间罢 任太真道 好 我便陷入山谷 扫清道路 只盼清禅速来 那原判听道令清禅小瞧自己 不由怒道 清禅 你也是历劫重修之人 且在凡界浩天沉沦多年 未必就比得上我了 又怎的小瞧我 任太真笑道 你凶心不习 怎能明悟妙法 正所谓千年修行不如一物 若只论年岁短长 那先庭不知有多少先受疫情 哪一个修行的岁月比你短了 原判更加恼怒 道 你竟将我比成禽兽了 任太真道 火风虽是你天凶兽 但你判施出逃 西施灭祖 真个儿是禽兽不如 好在你上之赶激火皇求情之德 替他守此山谷 也不算是无药可救 出到这里 就将身子一沉 就要冲进身谷之中 原判只断了一根铁链 便是通天手段也施展不得 只能将单手掐成一记大手印 就见其手掌之中幻化出一只巨掌来 向任太真当兄一拍 任太真瞧这是大手印奥妙异常 并不亚于自身所修了 看来原判千万年修行之功 倒也不可小瞧了 只是这大手印虽是奥妙无穷 但因原判被韩索压制多年 法力始终难赴 这大手印的力量其实并不算强 任太真也不用保 只用刨袖一服 那大手印如何近身 反被任太真借力一沉 早就远离原判 沉进山谷深处去 原判怒急 再将铁链一崩 左手铁链一被争断了 也来不及去争断脚下铁链 双手在怀中一抱 两道细细的轻光急射而去 任太真虽是去得远了 双族仍觉一景 铃幕一瞧 双族上已是轻光盈然 原判哈哈大笑道 我这是伏天虚索 看你如何挣脱 令清禅见这伏天虚索 遥遥锁住任太真双族 这法术前所未有 不禁也是皱眉 虽欲上前相助 又怕伤了任太真的面子 正在犹豫 只见任太真挥起太真进来 便是一展 那伏天虚索虽是只虚之术 却也尽不得太真见一展 此见若不能斩虚断食 又怎能称的是神职法宝 任太真既斩伏天虚索 也不与原判纠缠 身子一沉 已然不见踪影了 原判正想令施法术 令清禅口诵禅言 道原判 休要畅狂 那禅言虽是无声无息 却惊得原判周身一颤 急忙打点精神来 来与令清禅斗法 不想刚刚转过身来 就觉左手万上一锦 那九天寒所断而复连 又将这左手困住了 原判怎肯相信 世间能有这种奇数 那九天寒恋乃是收集 先亭九楚金铁 以凤火打造 再置于一楚混沌残境之中 兵及雪川之楚 经那寒气清洗万年 方得大成 令清禅纵士气修不二大才 欲续此练也不可能只用片刻功夫 细细瞧去 只见那铁链果然不曾续在一楚 断链之间却有一点清光 两根断链便是有这清光为续 这才连接起来罢了 而瞧这清光 却与自家独创的福天虚 所有八九分相似了 原判不由惊呼道 我这福天虚所初次动用 难不成竟被你学会了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令清禅笑道 世间虚所知数 难不成仅有你可用不成 闲话少叙 半柱相瞬间变质 我可不想让太真笑话 书到此处 手指在一点 原判右手断链处 再生一道清光 那清光向前一窜 便伸长竖杖 历时就一断链连在一处了 原判慌忙一争 却哪里争得动 那清光不比铁链 竟是可深可缩的 任你使出千月万月之力来 这清光只需异常 变化去无尽法力 又哪里能争得断 若论令清禅的玄成 在十二位神职之中 令清禅若论第二 怕是没人敢说第一 令清禅连创天意宗 与天意神功 两宗妙述 七八成皆为令清禅新创 这玄成又有几人能比得 甚至就连那灭皆不传秘术 令清禅也是支支一二 如今这虚伏之术 正是令清禅独创 又怎能让原判专位于前 正因为令清禅 瞧出原判法力未复 又身处困境 这才夸下海口 以半住相违约 如今两根须所困住原判 又哪里需要半住相时间 令清禅也不与原判纠缠 身子化成清风一道 就从原判身边掠过 口中道 原道有 他日你征突此所 清修十年 你我再来比过 声音仍在谷中飘荡 那身子早就不见了踪影 此时任太真已来到山谷极深处 向下望去 那山谷之中黑云滚滚 直住了谷口 云中有五只火鸟 在那里偏千飞舞 此为五奉所谷尽致 等闲难破 任太真毫不犹豫 双掌一翻一压 那山谷就侧立过来 两侧山谷就此合拢 只听轰隆一声 将那五只火鸟逼得东逃西窜起来 其中有三只火鸟烧破石壁 就钻进山腹中去了 乃有两只火鸟慌不择路 就向任太真扑来 任太真笑道 这山谷伸手不见五指 正要借你二鸟指路 伸手一指 两道悬峰字指尖射出 形成两个蜂窝 就将两只火鸟困在其中 那火鸟虽是尽力挣扎 却被这蜂窝压得振翅不得 又怎能拖出蜂窝 任太真再将手掌一拍 两团蜂窝就向深谷除缓缓沉去 那蜂窝生出极强锋利 谷中黑云尽数被这狂风吹散 就露出黑幽幽的谷口来 而蜂窝之中的两只火鸟 正好照亮道路 任太真借着两只火鸟照路 刹那间又下沉百里 愿在此时 从谷中飞来两名修士 口中道 大胆狂徒 竟敢闯我黄岭要地 礼就不怕那千劫万难 尽数师之己身 任太真定情瞧去 只见这二修身穿金袍 正是当日在刀神城遇见过的 两名劫步小玉 任太真笑道 若不能抢在清禅来到之前 收拾你两位道友 太真如何去见世尊 以任太真此刻境界 缘无半思争强盛之心 但士气可谷不可谢 世人若无目标 又怎有去未可言 任太真替自己立下此线 也是自古其至 只盼就此一路无碍 就出二成修士 第1838章 为求天道气我直 两名劫步小玉同时喝道 世尊已在无量玉山 又哪里来的卫尊 仅凭你这一言 便该力增天节 打入轮回 二修同时祭宝 任太真虽有正恶真人 钦刺灵符在身 可捷部法宝声明太过显赫 纵有防备 也是心惊 由此想来 那捷部拥有的权力极大 先庭却并无法度挟制 仅靠捷部正欲大的 可在强权之下 大的知识意会动摇 先庭当初法度 果然是大有疏失 左边金袍修士 取出的是一架精灵 此灵叫五温灵 此灵摇动 认你是怎样境界 只要未修到果 便生出七亿八温来了 今天动地法力 也是所守旧情 右边金袍修士 则寄出小雷番 此番有大小之分 大雷番为正欲亲自收藏 轻易不可动用 非得是增或青龙下旨 方能请出动用 小雷番则为捷部常用法宝 此番一摇 天雷就此随身 任你走到天涯海角去 那天雷不停急来 处死方休 试问一个人又有多少法力 又能遇得几雷 因此这小雷番一出 修士便算是被先庭判了死刑 任太真的脾气算是极好 且在凡界号天游历多年 久历事情 看惯人间悲欢 心境之强 几答太上望我之境 然而见到两位小玉 乱用捷部法宝 也不由得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鞭生 他大喝道 天地受你等惩戒修士之权 自当谨慎小心 如履薄冰 不可善用 然而你等却寻私王法 视法度为无物 视苍生为草戒 近日太真定不相饶 那五温灵与小雷番虽摇的政集 担任太真体内灵符一动 便生玄妙法觉 压制住二宝 无论是七温八异还是天雷 皆不能临身 任太真心中恼怒 手中太真剑向空中一记 随手施雷震剑 两道剑影便去 将二修同时斩为两劫 这也是二修平时横行霸道观 只当持着劫不法宝 人人畏惧 反悟了自家修行 一旦法宝难失 便落了各身段横死的下场 任太真上前取了二宝 不及戏乔 便藏在秀中 此二宝虽是强横之极 但任太真却无以此二宝 欲敌之心 只因这二宝已是代表着先庭法度 若无法止 怎可善用 这边取了二宝 身后便传来令清禅的笑声 太真难得发怒 果然是霹雳手段 慈悲心肠 任太真一笑道 清禅来得意不慢了 那原判却是怎样了 令清禅道 以彼之道 还致彼身罢了 任太真道 我本也该夺了这五宝 再将七温八亿 天雷之节 净数施加在这二宝身上 也让他二人常常滋味 奈何节部之宝 怎能轻易动用 只好便宜他们了 二宝虽在说话 身子不停 只向那深谷下探去 只见谷中人影晃动 又闪出数名金袍修士来 手中各诗节部法宝 向着二人寄来 一时间谷中或响起饭唱之声 或是光芒闪耀 武器纵横 那节部法宝千奇百怪 只让人目不暇接 二宝暗道 幸好来之前得了两道灵符 否则此番必死在此处了 诸多节部小玉法宝虽强 又怎能撼动二修 令清禅道 你等勾结火凤 擅自行权 今日断不能相饶 见这须节部小玉除了法宝之外 手段倒也平平 也不必动用大能法术法宝 只将法剑向空中寄去 那法剑运转如轮 欲着一个 便斩杀一个 诸修空有至强节部法宝在手 却是束手无策 任太真只管在令清禅身后收取法宝 细瞧那些法宝 各个稀奇古怪 一时哪里能叫出名自来 任太真暗道 节部法宝如此厉害 若火凤家以仿制 又如何得了 幸好是尊明鉴 令我等救出被掳弩修 否则先停真的是天无宁日了 令清禅施展无双遇见之术 果然绝不容情 那令清禅虽是先禅双修 其实心性之中原本却着带着三分邪气的 因此天意宗弟子行事 向来也是毁欲参半 而随着令清禅境界提升 其性愈合 等到他修成禅道 方才指了心中杀气 但今日情况 与往日不同 对那寻思亡法之徒 又怎能轻饶了 那些个金袍修事件不是头 慌忙收了法宝 就像谷中深处遁去 却被任太真以两只火鸟照亮道路 无论逃向何处 皆被令清禅瞧了个明明白白 令清禅身子只一晃 就抢在诸多金袍修事前面 那些修事正逃得及 哪知却被令清禅缝个正着 令清禅道 你等平日只知用天雷打人 今日也让你等尝尝这天雷的厉害 口中叫道 太真素碧 双手指一摆 就见一团雷光挟着天火滚滚而来 于金袍修事堆里指一撞 只听铮铮两声刺耳之急的声音传来 诸多金袍修事一个不剩 其其化为飞灰 任太真瞧得呆了 不想令清禅的手段 竟惊人如斯 向那山谷中瞧去 只见两侧尖臂皆是胶痕 草木早被烧得干净 也就是令清禅极力压制此法威能 否则便是将这黄陵打碎了 也只是举手之劳 任太真叹道 莫非这便是灭界法术 令清禅道 此术修来虽是不易 却因为能太强 不敢轻易动用 此番用过一次 我也只剩下一次保命的手段了 任太真道 难怪此术会被视为禁术了 便是以在下手段 也未必能挡得住了 心中虽想说出一句话 想了想还是指了口 令清禅见任太真神色 便知道他想说什么了 心中意识百感交集 当初天意神功为求生存 所用手段意识无所不用其极 幸好遇到世尊 方才把云雾而遇清天 否则岂不是如火凤一般 这时间的强力法宝手段无数 但若不能禀天道而修 到最终必落个身死魂灭的下场 火凤虽强 只怕日后也无好结局了 二修一时心事重重 一路无言 正行间 只见山谷深处一人探头探脑 见到二修 转身就向谷众一尘 令清禅见机极快 历时将身子一闪 那修士便是在修千年 也是逃不及了 岁被令清禅结了个正着 这修士慌忙道 道有莫要动手 我并非黄领弟子 这时任太真意赶了来 向那人上下打量一番 道你既非黄领弟子 莫非便是二成起修之事 那人道 我时事件神成修士 明教不也知 只因见得诸多节不小欲 纷纷出来 便知有变故了 这才出来窥探 令清禅见他下的面无人色 魂不复身 心中大有愧意 知道此修必定是被刚才那灭界法术下道了 心中不有想到 灭界法术虽好 但着实有为天地法则 不给人留半分余地 实为恶术了 何况我修成仙禅妙术 自可傍身 又何必仗此恶术保命 想到这里 江秀忠一见物事轻轻一抛 那物事就直坠谷底而去了 这举动却瞒不过任太真了 任太真知道若是灭界法术 是用灭界雷元 令清禅所弃之物 定是那灭界雷元时了 他见令清禅终于不受这恶术所谜 立其当日所值不由地面了微笑 向令清禅唯唯一一 令清禅起了此物 心中也是一松 想起刚才的行径 又与劫不诸修合意 幸好醒目及时 心中再不受那恶术纠缠 便也向任太真为师一礼 以谢任太真点化之德 任太真对那修是道 这谷中究竟掳了多少起修之事 如今又在哪里 那修是道 朱修自有洞府藏身 或三五人 或七八人为一组 在下平日也难见得齐全 略略数来 总有境迁修是了 任太真悚然动容道 怎得这么般多 那修是道 我是百年前就被囚在此处 还有那三百年前便被引来的 近日又来了一批 人数最多 向来就是大修所说的二成修是了 任太真道 我只当为有刀神成剑神成弃修云集 这才引来火凤动了心思 哪知火凤早有所谋 你等又是从何处来 那修是道 先前火凤并不敢轻动二成修是 那是怕被人觉察了 只是令火凤弟子于先庭诸楚收罗罢了 如今却应要发动寿节 已因天时 又应要炼制至时之宝 已破时受加持 先前所掳修是 才气不足 就只好铤而走险 勾结结步 辱来二成修是 我等见此 也知道火凤气数尽了 任太真道 不想你等到是有眼力了 那修是笑道 日目图穷 行之不远 穷凶极恶 必遭天谴 这道理我等虽是不才 倒也是明白一二 他此时瞧出令清禅与任太真神太庄重 显非火凤一路 这才言笑无忌起来 令清禅道 我等皆是先庭席日神职 经奉世尊法旨 特来营救诸修 你可将诸修换来 随我等一道 悄然离了此处 也免受这囚禁之苦 那修是欣喜之极 道 早就盼着这一日 可怜足足等了百年 方才把云雾而见清天 只是其中有个难处 还需向两位大修秉明 令清禅道 若有难处 只管说来 那修是道 一来是有许多修是 也不知是被关得久了 还是受火凤迷惑 竟不肯离去的 更有修是觉得 世间唯有此处 方是其修之时 安身立命之所 也是不肯离开的 令清禅与任太真面面相许 心中皆道 不想尽有这等人 第1839章 人歌有志时难解 不也知道 两位大修若是不幸 请随我来 此中有位叫方孝丰的 算是古中元老 在古中已有三百年来 若有那其修之事 不肯安心练宝 他倒是常常会去劝说的 他原名孝丰 如今却改了道号 叫账方孝丰 习心可知 任太真道 此人我倒要会上一会 看看他是如何说辞 不也知道 除了人心私奉 不肯离谷之外 另有一桩要紧事 在下也不得不说 任太真道 还请不凶祥说一二 不也知道 那火凤要炼至十之宝 以便能偷出凤山 虽然才值不齐 但凭着谷中修饰才智 也算是略有小成了 如今那谷中最大的丹炉之中 便炼着一物 名叫虚龙 此物已炼至三百余年 但惜不可离人 若是火力断绝 那虚龙必定四分五裂 一旦爆裂开来 别说这皇陵保不住了 便是数万里方圆 也是片雾无存 令清禅皱眉道 怎的却有这样的物事 又怎有这偌大的威能 不也知道 此物若是炼成 本来就是要代替真龙 可生出无穷灵气来 以宫火凤穿越无尽虚空 此物一旦断了火 分分钟就要爆裂 试问我等顿速虽快 又怎能逃得及 令清禅道 若只是爆裂之物 倒也无妨 再下次有办法处置 不也此摇着脑袋道 大修 那物事一旦爆裂了 便形成一个极大的空洞 会将这方圆万里的物事 禁数吸纳其中 在我想来 或是卷进那段灭二界 或是卷进无尽虚空 试问这样的物事 如何能压制得住 令清禅与任太真一时无语 同时想到 若压制此物 非世尊亲自动手不可 但世尊在领外禅住 凤无火皇 若世尊脱身来此 火皇必至 岂不是功败垂成 由此乔来 此间之事 只能二人亲自失位了 任太真想了想便道 不凶所言二事 皆是非同小可 还请不凶先引我二人 去见方孝丰再说 不也致应了一声 就领着另任二修 向那谷底尘去 此时那谷中仍有火皇弟子 但刚才令清禅以灭界雷树朱笛 那些弟子已被下的魂魄尽尸 怎敢出面 有那机灵的 早就拖去弟子法袍 换了寻常衣衫 与其修之士混在一处了 又因这谷中其修之士 有不少是心目火凤的 也肯替那些弟子指掩 令任二人怎会在意 只要那火凤弟子不来骚扰 二修又怎会赶尽杀绝 且二修自领前杀到领外 也不曾伤过黄领弟子 这也是得火皇流奋薄面 免得双方是成水火 反悟了大事 那谷底黑烟滚滚 原来这黄领既为火皇清修之地 火灵气最足 因此谷底处处皆是火山 火山升起黑音来 就将谷口掩住了 来到谷底后 四周倒是一亮 放眼望处 到处都有地火熊熊 将这谷底照得如白昼一般 任太真也就罢了 令清禅玄成不俗 于其修之术亦是精通 略略一瞧 便知此处地火与众不同 那火焰或清或紫 可见焰力极强 这等地火稍作加持 便可达一欲之力 用来炼气至宝最方便不过 这也难怪其修之士 见到此火 再也不肯离去了 三人正行间 忽见一处地火轰的一生 就冒出一团白焰来 这焰火倒也古怪 其色银白如雪 见或转为金黄 那焰火虽只有三尺多高 可焰力强大之极 三修离那焰火上有数百丈 就不得不施加护体了 布也子见到此火 也是眼睛一亮 喜到这银牙经验 终于是被等着了 任太真不曾听过这名字 便问道 何为银牙经验 布也子道 大修 你瞧这焰火 可不是通体雪白 好似银牙 见或又转金黄 好似赤金一般 如此转换不休 便是银牙经验了 任太真道 此焰有何好处 布也子道 若论此火 据说源自混沌 火凤火皇两位神君 就是自这火中诞生的 或者可以说 那二位神君 其实就是这银牙经验的姓灵了 只因此焰淡出两大神君 焰力减去大半 这才难以与世间三大神火争锋 可若用来练戏 则是恰到好处 任你是怎样烦戏 但被这金焰炼成 那炼成神器的机会 可就多出三成了 另任二人倒戏一口冷气 这银牙经验其名不张 若论其艳丽 别说与三神火相较了 就算四大灵焰 也是略逊一筹 但此火若果然是火奉火皇诞生之源 能炼出神器来又有何难 布也子道 此火围在这凤山黄岭的剑 这两处所在之所以成为天下弃修向往之地 大半就是因这银牙经验了 两位大修不可不知 就在这时 从古中诸楚探出无数身影来 一会儿瞧着另任二修 一会儿瞧着那道银牙经验 神情甚是迫切 看来若非另任二修在此 这些修士早就一涌而上 去用那银牙经验炼宝了 这时一修分开众人 缓缓来到另任二修面前 那修士长衣为礼 道在下方孝奉 二位大修请了 另任二人心道 说道此人 此人便道 双双环礼道 我二人乃封部 水部正欲 金凤是指法指 特来救诸位出谷 方孝奉孝道 原来是两位欲人神职回返先庭 难怪便是劫不小欲意识不敌 只是两位所言是尊又是哪个 莫非是天罗尊者 若是如此 请述在下等不等从命 任太真道 难不成尊者法指 你等也敢不从 方孝奉道 我等虽无缘拜见阿神陀 但如今先庭已是阿神陀掌控 若听那天罗尊者法指 岂非见罪于阿神陀 我等皆是人为言轻 雍入之徒 时不便去惹那杀身之祸 任太真欲令清禅心中明白 此人借天罗尊者之名 其实说的便是原成天了 若是连天罗尊者的法指都可不从 原世尊更是不必再提了 信中暗道此人导也高明 任太真道 当今先庭纷乱 人人只求自保 导也情有可原 只是道友此在替火凤炼宝 荼毒苍生 可不是诸恶为虐 方道友不知如何解我心中之疑 方孝奉孝道 世间法宝炼来 莫非不是用来杀人 我等炼制法宝 自然就有人拿了去 或去杀人 或用自保 难不成那杀人的罪过 却要怪到我的头上 此言一出 朱修顿时喝彩 就有数人应和道 此言即逝了 任太真卓于言辞 敬薄他不过 只好瞧向令清禅 令清禅唯为一笑道 这是奸法宝 并非皆可炼制的 如今古中所炼的至实之宝 便是要用来助火凤脱困 那火凤被囚凤山 原是世尊倾下法旨 更以实受加持 道友练这法宝 助那火凤出山 不知要伤损多少修士 道友莫非亦认为 则不在乙 而在人吗 出道此处 生生俱利 方孝奉一时雨色 若此刻在墙变至实之宝 与自己无关 那便是无赖了 想了一想便道 令道友所修灭借法术 岂非不是天下尽数 怎的道友行得 我等却行不得 何况我等在此 实为火凤所破 若不练此宝 必遭横死 还请两位神职明了 我等苦衷 他以灭借禁术来赌令清禅之口 也知道与理不合 难不成别人做错了 自己明知是错 也要照行无物不成 因此对禁术之事 只是一待而过 其后以火凤威逼之事来求情 也算是颇为老道了 令清禅道 这么说来 诸位是不肯离开此谷了 方孝奉道 此处地火精纯 他处绝无 实为我起修之事的洞天伏地 别的不说 便是银芽经验 他处是绝对寻不着的 我等起修之修行炼宝 所为何来 不过是求炼成三两件神器 万事传明罢了 若离了此处 这心愿如何达成 令清禅与任太真本以为此来救人 最关键处就在那守谷的黄岭弟子 结不小欲了 哪知道人心最是难测 谷中修是贪念此处地火惊艳 竟不肯离去 只让二修瞠目不已 细细想来 诸修其修之事愿意留在此处 一来是父言趋势使然 二来则是受那名利心所累 这等心思 其实便是体内三师 等嫌如何斩得 真是欲劝不能了 任太真道 听闻你等已练成虚龙一条 等嫌不可离人 想来到有不肯离谷 也是因为这虚龙的缘故了 方笑风面色一喜 盲点头道 不错 我等若禁数离谷 谁来替这虚龙攻火 一旦虚龙离爆裂 这方圆万里 天物无存 那可真是一场大劫了 他本来被那令清禅逼得无话可说 幸好抓住令清禅动用禁数一事 总算力挽狂澜 削了令清禅锐气不少 但若二修着实不肯从命 自己也是无策了 不想任太真提及虚龙一事 又让方笑风找到另一种强力说辞 任太真道 那虚龙怎的就不能离人 在下着实不幸 还请方道游领我去瞧一瞧 方笑风道 两位正欲有指 笑风岂敢不从 还请随我来 就领着二修向前行去 三人刚离了此处 就见许多修士来到那银牙经验前取火 那经验只需取上一朵 就足够炼上十日了 任太真瞧着朱修兴高采烈之壮 心中叹息不已 想到朱修不肯离去 难不成还要动手驱除不成 心中着实烦恼 第1840张熟重熟轻不虚存 令清禅意是同样烦恼 按理说人个有志 不可勉强 朱修执意不从 也自有他的道理 然而至空之宝若是炼成 火凤必离凤山 火凤不曾出山时 即是受截滔滔 害人无数 无数修士就此陨落伤身 若是火凤一出 只怕先停修士要死伤大半了 想来世人自私诚信 目光短浅 眼睛里只瞧着前方的一点好处 一旦自身周全 又怎去管他人死活 如今这些起修之事 因贪负火凤得了些好处 自然是心静蒙尘 但此事是大是大非 却是一目了然 究竟该如何去做 令清禅心中毅然决定了 二修随着方孝奉来到古中一处洞府 那洞府凿山而建 其中善是空阔 那洞府之中有一处地火 其焰火子中带青 毫不精纯 就于这地火左近一座紫金铜炉 炉边有七八名修士 正不断地引那地火入炉 紫金炉上射九龙 每条龙接口喷火焰 会于一炉 而每一道地火入炉 紫金铜炉皆是轰然移动 震得那洞府速速发抖 不停地有山石尘土落江下来 好在这洞府之中射有强力尽致 山石沙土虽散而不落 另任二修一入洞府 就知道那炉中之物非同小可 这时细细听来 可闻听炉中引发风雷之声 炉边自然生出无数玄奥符文 令清禅虽是玄成过人 也只能是之一二罢了 细瞧那些符文 或与时空法则有关 有关时空法则 那是天地间最深奥的符文了 令清禅一时哪里能变得明白 令清禅已禅是向那紫金铜炉中瞧去 只见那铜炉之中 果然炼着一条火龙 此龙也不知是何物炼成 体长约有依障 正在那炉中静卧 唯有每次地火入炉 此龙才微微一动 口发龙吟之声 以作硬核 此物即聚龙行 按理已非俗物 更何况又有炉火时空符文为正 更可知这炉中火龙神微难测 将这方圆万里化为无尽虚空 看来并非虚妄之说了 任太真转目一瞧 只见那七八名修士之中 有依修头戴竹冠 面如枯稿 依稀就是所苏伦说过的竹庸子的相貌 只是那神爷子都不知去了何处 竹冠修士乔见任太真等人前来 只当不知 仍在那里萤火不绝 这时方孝奉道 两位正欲 不知二位可曾瞧得明白 这炉中虚炉片刻兜的虚地火势后 稍有中断 这虚龙破炉而出 那可不是当耍的事 任太真道 不知这虚龙何时可成 不等方孝奉答话 卢边亦修士喜气洋洋的道 此龙再过半月 便可大成了 我等其修之一生 终于练出这无双法宝来 亦可快未平生了 便在这时 忽听一人冷笑道 我等快未平生 却令世间万修遭结 道有心中可安 任太真转目一瞧 不又又惊又喜 原来这时从洞府深处走来树修 领头者正是神爷子 方孝奉见到神爷子 神情又惊又恼 便将面色一沉 道 神爷子 怎的又是你 你好好的在地府进修 怎的又跑出来 神爷子黑黑冷笑道 两位正欲既致 黄岭弟子早就逃之夭夭 姓方的 我劝你趁早离开此地 否则虚空破炉腾空 可不是赔上了你的性命 方孝奉面色一变 叫道 神爷子 你想怎样 莫要打这虚龙的主意 这虚空若是断了火 可是数万人的性命 神爷子冷笑道 这虚龙若是功成 便是亿万人的性命 孰轻孰众 何须我来分说 你等但围着自家一点虚名 就不顾众生方围 在下便拼着一死 也绝不可让你等得场 说到这里 抬起手来就向那地火一拍 那地火虽是猛烈 被神爷子一掌拍来 那火焰就压下去大半 惊得炉鞭修士纷纷跃起 叫道 神爷子 你莫不是疯了 神爷子哈哈大笑道 我只当你等为了点虚名 定然不为一死 哪知仍是贪生怕死之徒 你等怕死 天下人的性命就可置之不理吗 再次将掌拍来 那地火又被压低了半尺 任太真与令清禅见死 不由相识一笑 他二人本就打定了主意 要以这虚空破炉为要邪 强迫诸修离开 否则诸修心智蒙尘 哪里舍得离开此处 不想却被那神爷子抢了个仙 只是神爷子虽是其修大能 却无强力神通 那地火也只是被勉强压制罢了 若想完全熄灭地火 只怕难为 方孝丰怒道 神爷子 此番绝不容你胡为 正想取宝来与神爷子斗法 那手臂被人轻轻一扶 顿时麻了半边 哪里能取出宝来 慌忙转身瞧去 只见任太真正立在自己身侧 令清禅道 诸位既知大义于不顾 就莫怪在下无礼了 还请诸位速速离开 否则地火中断 虚龙破炉 可不是当耍的事 说到这里 便抹了一道谗言 那空中便现出一座小山 正悬在地火之上 只需这小山一尘 可不是将地火盖各正着 且那小山之上符文无数 细细瞧来 皆是疯字 神爷子大喜道 风不正欲果然好手段 方笑凤与炉鞭修士皆是神情大害 若想动手 又怎是两位神职对手 若是置之不理 岂不是费了多年心血 若是离开 却又是心中不舍 正在为难 方笑凤道 令神职 这谗言小山一落 虚龙历史破炉 你等岂非也死在此处 嘿嘿 能与两位神职同死于此处 倒也不枉此生 便在这时 那主观修士呼的悠悠道 在下收的地火一平 可支撑三克所需 正欲大人尽管灭了地火 有这火瓶为持 我等皆可安然离去了 出到此处 那主观修士果然取出一只银瓶 向空中一计 那银瓶唯唯一轻 就生出焰火九道 助那九龙喷火 方笑凤教道 主雍子 原来你也坏我等好事 原来这主观修士 就是主雍子了 主雍子嘿嘿一笑 便立起身来 此人虽是其貌不扬 但这边如边一立 却是神色庄严 目观如炬 令人不敢逼世 主雍子冷笑道 一边是亿万苍生性命 一边是我等气修虚名 数轻数众 无便而知 方笑凤 你若一意孤行 那就留在此处 与这虚龙陪葬便是 令清禅道 主雍子道有 这瓶中之火 果然可称的三克 此事事关性命 不可不问 主雍子道 虚龙好火甚聚 若享受的三克之火 尽须百日之功 好在我寄来此处 便暗中收敛地火 以备今日之需 正欲大可放心 神爷子哈哈大笑道 竹庸子 我算是服了你 我只知与那虚人争辩 实无半点用处 道有却不声不响 做出这等大事来 令清禅大笑道 道有名见万里 早有所备 令清禅敢配之极 将手中禅言一放 那座小山历史沉了下来 扑的一声 将地火压了各正者 这小山依着地火而至 竟是严丝和缝 怎有一丝火窜江出来 如边朱修大经 纷纷叫嚷道 不好 这虚龙要破炉了 连滚带爬 便向洞府外窜去 只是朱修虽逃得快 却怎及方笑凤 地火尚未被灭 此修早就窜出洞府去了 任太真道 世尊宗迅等正与火皇等交手 并要及时知会 当下略出洞府 吐其开生 大鹤道 虚龙即将破炉而出 万里尽城无尽虚空 还请诸修速退 这一声动用真玄 真各而是想而行云 那古中其修之事 闻之色变 这些修是最之虚龙厉害 因此逃得最快 也就是眨眼之间 古中亦无一人 为见空中顿风无数 这声传来火皇耳中 火皇饶是大能 也是面色一变 急忙起了风宗迅 就向那黄岭后山一扑 风宗迅虽不知究竟 又怎能容火皇逃了去 魔龙江身一横 就拦在火皇面前 四爪翻云 龙尾运势便急 火皇无奈 只能探爪来迎 虽是敌注了风宗迅 想来离开战场 却是不能了 火皇急到 风兄 那些龙一旦破炉 方圆万里尽成 无尽虚空 真各而是片物无存 本作此去 便是要阻纳虚龙破炉 以救诸修 风宗迅暗道 刚才是太真的声音 看来虚龙之事 定是太真等所为 这皇陵本是天下受节的源头 若能毁了此领 可不就是断绝了仙庭战火 仙庭纷乱 虽是火奉所为 火皇怕也难辞其咎 便道 神君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黄岭既是天下乱元 我看今日是饱不得了 这时黄岭诸修纷纷逃出岭去 各个面色惊恐 至于所苏伦领的那数千修事 却不知发生了何物 正在那里打听各不修 便在这时 任太真与令清禅已至 二修同时对火皇一一道 神君莫怪 今日觉了这仙庭乱元 他日是道清庭 我等定为神君重修黄岭 再见黄阁 火皇怒急 教道 应敢回我千万年生习之地 今日你等周修 各个不饶 双翼止一扇 就卷起无边凤火 向二修一龙卷去 此火为火皇清师 真是寻定凤火可比 果然是火势滔滔 横无计压 任太真与令清禅虽有准备 可面对这无边凤火 亦是大惊失色